哈喽大家听得到吗 大家听得到的话 扣个弹幕 那个我这边可能线号点不太好 大家听得到的话来个弹幕 OK 博尔田那个蜜伤的分岳老哥 你每次都来的好找 我们先做一下测试 测试 希望这个标题不会被干掉 嗯 谁扣 谁摘快乐谁 嗯 哦 B站这个 他终于把他原来这个恶心的这个 直播的这个软件 稍微做了一点更新 现在稍微好看一点 哎 华比真的是 嗯 大家最近是不是穿那个 就是啊 大义问题看得很热闹 其实我最近也天天在看 每天晚上稍微刷一会儿 哦 哎呀 稍等一下 大量管理员 我给你转一个 稍等 稍等 嗯 啊 我私信发给你啊 大量管理员你稍等一下 嗯 好 ZW老哥你来了 恭喜恭喜 啊 不不不 应该不是说恭喜 喂 哎 有时候节路史你也播呀 今天 对 那你一起呗 你你你什么时候开播约来 我八点 不急 陪你们聊半小时呗 我现在看论文呢 可以 来来来来来 你你今天要聊什么 还要聊 那个什么吗 你们今天聊什么 我想问一下 我我打算聊点帝国近期的新闻 地国美国呀 嗯 行吧 对 帝国新闻最近不是很火 你这个 八语问题你 那个 你往远想一下 这不也是帝国的新闻吗 对吧 我也是 我做了 我做了一个假期的 那个特朗普那边 那个事的研究 然后突然间 那个什么 你说那整了个大活 对 没机会你讲了 只能说 没事 我先陪你聊半小时 然后我就把我那边 把我主要 我那边节目单都出来了 我先把我那边说完 然后你这边坚持到几点 我看结束以后 你还在吗 我就过来 不在了 你就来我这也行 对吧 你来我那也行 我又给你发了背后 你来我呢 就是我只要看最近这个 搞认知作战 搞的有点过分 最近有认知作战 是美国呀 还是 那个 那个 这个 以色列一般这个代称 应该怎么说呢 还是 大家提醒 复国主义实体 复国主义实体 这个认知作战 搞的有点离谱 也可以叫凯雷亚 其实 复国主义实体吧 复国主义实体 这个认知作战 搞的有点离谱 想到 直接说以色列 无所谓 好像他不封 这个 他不算敏感词 那就行 可以叫伊泽瑞尔 这样听起来 像洛阿洛的英雄 可以可以 你是不是有可爱心 伊泽瑞尔 我当时非常想吐槽 这个把我陷流陷得太狠了 你被陷流了吗 就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被陷流 就刚刚开打那会儿 我转转转了一个视频 或许 那分分钟 就是几百的播 几百的同时在线播放 然后粉丝量 还有评论也刷刷的长 但是今天的话就很明显的 基本上就这些老粉在那里 在那里看了 我懂了 就是几百个评论 几千的播放 对吧 不是 就是连压根评论都没带人评论的了 就没人看 就发出去以后就几十个人在看 十几个人在看这样 可以 这个方向基本上就 其实就几号人在做 欧肯那是做的最大的 他搬的也确实比较勤了 还有一个加密电报 这个也做的比较大 一万多 还有一个高宗五 这个也做的比较大 还有谁来着 差不多这几个 可能还有别的 还有蜗牛科技 对这几个 对蜗牛 我之前就上看蜗牛 对 我知道 我知道那个复活主义实体 每年在 对吧 东大的这个社交平台上 没少花钱 没少花钱 我为了研究那个什么 以色列军改搞的那个叫什么 什么法国哲学指导 后来在法国哲学指导下的什么战术研究 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法国文化类视频 我的天哪 太可怕 您去看红坏那个视频了 那确实就非常恐怖 今年法国高考的题目就已经就就已经让让人觉得很炸裂了 法国高考今年什么题目 我我也 第一个题目是这个幸福是否幸福这一词汇是否具有女性的独特含义 这么牛适 那个幸 等一下 这个幸福是咱们理解那个幸福还是不太和谐方面的幸福 还有第二题 第二题要追求和平一定是正义的吗 两道题 挺牛的 太哲学了 第一题就是对他第一题就是幸福是否具有女性含义 幸福是否具有女性含义 他是这样他那个应该是我不懂法语哈 法语不过法语好像也分那个阴性阳性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我靠这么哲学的命题作文吗 这么思念的命题作文 他那个哲学考试就两道题 我靠可以可以 哲学高考 第二题是追求和平是否是天然正义的 不过我不唱就是这句话就可能可能就是说 就是就是得就得翻译一下 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就是是否应当为了正义而去追求和平 可能是这个意思 反正我也不太理解他们那个法国哲学 他那个哲学哲学考试的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 总之很绕就是 然后他18年的题目是什么 是否一切暴力都是应当被禁止的 然后什么去年的题目叫做 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是否是正义的 都是这种题目 可以可以 我只能说很好 就是听完这些题目 我都觉得我大脑完成了升级 接着说老哥你本来要对我的这个遭遇说什么来着 不是我本来我本来是想说就是那个我知道实体之前常常在这边搞认知作战 他们那个认知作战是学的法国的那个哲学体系 不是我说的是红换说的 而且就是这涨粉涨的特别特别慢 就是属于今天就旁突变慢 但反正我就把它当个 当个trash dump 反正我有什么视频我就直接扔上去 管你多少呢 你猜你猜这个8号 对10月8号那一天 我靠站的这些视频 它激励有多少 这个不要提了 这个这个不要提了 这个我太懂了 这个 我先问一下 就是那个美国最近发生的一切真的都是特朗普的阴谋吗 是这样 左派坚决认为这是特朗普的阴谋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特朗普是一个无所不能 说几句话就能挑起民族仇恨 就能让右派由原来的那种不说话 然后变得非常愤怒拿着枪游行 然后在右派眼里边 这一切都是民主党背后的这些金主的阴谋 然后他们有一个秘密的反美组织 然后这个反美组织就每天拿LGBT这些污染美国 对 这个听起来很薄手主义啊 对 其实非常薄手主义 我现在看到的说法是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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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现在什么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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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不看英国书给他民屎了 这个我这么说 正看到大义里那几节啊 我有一个猜想 就是这个视频啊什么 播放量 他可能一天给一分给一个人的时间是固定的 所以说你发的视频多呢 他就三个视频 他平均到的就多一些 发的视频 不是发的视频少呢 单个视频平均到的这个流量 是总时间就多一些啊 然后我发的视频多呢 就给你推给那些非粉丝的这种陌生流量就少 平均起来就少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感谢 我先念个SC啊 感谢这个KarenSync Fan的放的SC 我之前在一个接单群里 看热闹被踢了一分钱都没赚到 哎 你咋没接呢 你咋没接呢 真的是 你这个就是你不对的 你应该接的 这种想法的钱不赚白不赚 真的是 而且你想啊 您在那个接单群里看热闹被踢了 一分钱没赚到 然后你又花了30块在这打SC 打给SC多亏啊 对啊 没有没有没有 是这个样子 我得替这位老哥说句话 他在这花30块钱SC发的这句话的影响力 比那个接单群派一天活的影响力都要大 您的说也是啊 也是 是吧 对吧 嗯 因为大家就可以知道确实有人在搞接单 对 不要接单 告诉这些群主 不要接单 花哪些钱没有效果 来抵抗型直播间刷SC 有百倍于他们现在把钱给那些机器人的效果 啊 不是 是这样 是这样 那个 呃 德罗伊老哥 就是你要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人家那种接单的群 就是搞这种认知接单的群 他也要问你一个问题叫什么 叫做暴障 就在你这不太好暴障 对吧 没事 可以来我直播间发 我就说我是抵抗型直播间的内鬼 可以 可以 我都播两个礼拜了 一句中东都没说 可以可以 真的 哎 我可以可以 确实 你你这个 你这个确实是抵抗型直播间的内鬼 我 我也可以暗美过 您这句也可以 不是 这把我听笑了 这位老哥说 问题在于他们用的人和他们想骗的人都不太聪明的样子 呃 是这样吗 嗯 不是 是 其实这个还是 这老哥还是有点高估了 就是我之前知道就是他们这些搞认知作战的人 他们其实也知道自己搞那一套东西也没人信 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就是为了赚钱 就是他们其实还是比较纯粹的人 就是只要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搞得特别简单发出去了 然后自己再找点人刷一点流量 然后他们就能拿到钱就OK了 至于说这个效果吧 就是无所谓了 确实是不如自来水 对 对战斗力比赚来水差的都特别多 他其实本质就是一个骗金费的活动 而且就是这么说他们每发一铁跟那个弄的那些铁的那些钱还挺多的 真的挺多的 我这么跟大家说比你国内那种就是明星买流量给的那些钱多得多 听到我都想搞了 能不能介绍一下怎么加这种群 对啊 你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加这个群 对对对 你想想我们是直播间一天24小时播 没事 我这样我把我我可以把大家的黑料都编一编 然后在我的直播间24小时滚动 管它是真是假的 而且你想我们是这种是属于很关心这个的研究这个的 可以说是半专业人士了 那我们搞出来的黑料不比那些拿钱办事的要专业的多 效果要好的多对不对 您去看能不能找点资源来 来让我们几个穷兄弟都分一杯羹啊 好一好羊毛 我们保证做的别人想拿钱办事的要要要地保好吧 效果要好 有个大部分那个这位老哥说也对 就是薅了羊毛但是污染了公共认知领域 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真的干了玩笑 而且跟这种事情跟这种事情就容易事后插水表 他要是真的过来联系我们了 你想一想我们就不接这单了 他这个人就值五十万了还接这单干嘛 对不对 对 我不瞒大家说其实我不是前段时间回老家 就是跟一些我们就是村里边的人交流了一下 其实我觉得可能被这些信息污染认知的不是这些乡村里的人 乡村里的人其实他们是看的还是比较门清的 乡村里的人把毛主席放在祖宗像里面供着呢 对啊 就是乡村里的人看的还是门清的 大概率是污染的认知是那些啊 城市里的白领 就是对 大概率是这些人 乡村里的人其实怎么说呢 技术被污染了 他们之后也就是哎就这样了 然后换下一个视频 就是短视频 他们其实是把这种东西当一种舆论的手段的 看完就没事了 但是那些看完了跑去网上接着发帖的乡村里面的人数量比较少 对是的 我记得B站以前还有几个见证插边博主 见证插边博主 也不知道现在干嘛去 对 把他们那种视频都是说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无论符合认知我都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两个 我只记得两个表现 一个是白 一个是大 讲完了 啥也没去 总结的很到位 大概 您两位 就我这两天 我这两天要因为一些学业上的需求 需要看经济学人 decolomist 那把我看的那叫一个 我问一下 你要考研吗 为什么开始看经济学人了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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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方便细说 但我可以告诉你 就因为我是学这方面的 我得要写一些东西 写一些任务 完成一些任务之类的 总之我就在刷经济学人 我想说的是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 或者说隔几个小时 打开电报群 看到几百条未读 我心里是既痛苦又快的 但是看到经济学人 我心里只有反胃 您知道吗 那个 德鲁伊大佬 现在有一条为你 那个进罪的SC 感谢莫拉克巴尔的SC 名字 谢谢 他需要那些 就是搞插边的 甚至up主的名字 请在直播间科普一下 我忘了 我真忘了 这关键的事情怎么能忘呢 就反正 我想想 我想想 那个广义上的来说 王霄算吧 王霄的视频底下推荐的有没有 对吧 我认为是性取向稍微不同的人 不然 王霄可能不太称得上白和大 你看他底下的推荐里面 有王 我记得B站好像还有人叫什么 吕宁斯 也是走那个王霄路线的 但都是男的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记女的记不住 记男的记那么轻 那个 W老哥 你说起这个看这个经济学人 我其实我看过一年半的经济学人 那个 我 我当时是准备那个GRD 然后背单词 然后就没事就锻炼自己英语阅读能力 然后看了一年半经济学人 然后看完之后我觉得我三观受到了震撼 因为我 我在经济学人上看到了一个我 就是我没有去过的中国 反正我非常理解 经济学人不就是考四六级或者考研 考博士看一下里面的文章 看看有没有可能会考吗 我觉得那个玩意现在是经济学人 现在没有了 之前之前可能有 但是就是因为经济学人 他有些那种词汇量比较大 所以一般学GRE的人都 很多掉GRE的老师都会推荐你说去看经济学人 对他他那个里面文章 还有那四六级以前四六级也用 但我忘了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 二四年前好像四六级也不再用了 我记得 对 GRE是那个啥 什么入学考试 研究生入学考试 GRE是那个美国这边研究生的一个考试 是吧 就相当于考你一个语言能力 就是我印象 我印象最深的是 就是某一年 就是经济学人说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要彻底登退 然后要就是要彻底完了 就是你再不跑你就完了的情况下 然后那一年 北上广深 就是从那一年开始 北上广深房价开始暴涨 然后就是我当时看完那个文章 我人都麻了 我先想 这个文章描述的中国是我在的这个中国吗 而且他总能从一些极奇怪怪的角度来论证赛里斯要崩溃 对 然后他我记得找过一个最牛逼的论点是什么呢 就是赛里斯好像就说赛里斯的公共厕所比较少 所以证明赛里斯经济不行了 反正那个论点是我真的是当时没有想到行到的 哪年了呀 不是公共厕所比较少 这个东西 17年的时候不就是要提了要建设吗 那这个现在以前的嘛 这应该比较早吧 对 我当时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性惊的状态 我先想你们这个为了得出这个结论 这个论点真的是很神奇 就是那个经济证是一个很神奇的杂志 您知道打开经济学人的首页 现在最大的几个标题是什么吗 第一个 Ukraine at war 战争中的乌克兰 第二个大板块 The war in Israel 以色列的战争 第三个板块 World News 世界新闻 第四个板块才到 Business, Finance and Economics 商业,金融和经济 第四个板块啊 天哪 我记得之前 反正我看有一段时间 因为那时候比较早 就是贸易战还没开打 有一段时间专门给中国留了个板块 对 对 就是反正对中国挺 就是挺关心的 我只能说挺关心的 但是确实它那个 它总能通过一些奇奇怪怪的论据来得出一个更奇怪的论断 对 这里还有一篇 这里还有一篇经济学 我今天才读完了一篇奇文 叫做 The war in Ukraine is a powerful reason to enlarge and improve the European Union 就是乌克兰的战争是扩大欧盟的强有力的证据 然后说要把什么乌克兰还有什么原那几个东欧小国什么波三 然后那些国家全都纳到欧盟里面去 我寻死你欧盟的区域都已经是个卡尔克斯了 都已经快要是个尸体了 太想着入欧盟 太想着拉人入欧盟 就很神奇 他总能给你搞出一些很奇怪的文章来 我这么说 我是觉得就是经济学人真的 他现在最少有70%的文章 跟经济学人一点都不在占标 对 一点都不在 他名字都叫经济学人了 他肯定对经济学不是太感兴趣 可以 你看看 就是因为这帮人经济才搞不好的 所以叫经济学人 我打开 我打开那个Ukraine at war板块 就那个乌克兰战争板块 第一 放入眼帘的几篇 我翻译一下 Can Russia repeat its winter bombing of Ukraine's electricity grid 就是毛子能够重复他去年对乌克兰电力设施的轰炸吗 第二篇是 The war in Ukraine is threatening to wash across the black sea 就是这个乌克兰战争他会威胁到黑海 还有一个什么 War has arrived in Crimea 战争到达了克里尼亚 总而言之就是跟经济毫无关系 真的毫无关系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就是西方的经济 经济学家水平了 除了经济什么都懂 真的 不如双尾会心 你真的可以说对不如双尾会心 除了经济什么都懂 这里还有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板块叫做Longvity 就是寿命或者说长寿 这里面一篇第一篇雄文就是 Eating fewer calories World of aging 吃的更少可以延缓衰老 我想问您这是SCI 您这是生物学人呢 还是经济学人 我就在想 经济学人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一次所有方变更啊 我不知道 没吧 但是是这样 经济学人 他不是有在中国 在赛里士这边有一拨记者吗 反正有一段是 就是在某个时间点之前 他大量的是从海外派过来 但是在某个时间 某个时间点之后 他换上了大量的 就是本土记者 然后这拨人就是给经济学人 共关于赛里士经济的稿子 老伦敦是吧 对对对 就是你一看那个姓你就知道 就是换了一些本土的这边的记者 你看姓邱吉尔得了 知道是谁 对 有个弹幕说日之买入 哎呀如果是日之买入 那太对了 就是太对味了 就是日本不是每年最畅销的书 就是中国崩溃二零零几吗 从二零零一崩溃到二零二三 明年最畅销的书就是二零二四 一直在崩溃 我突然间在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会不会时不时的请黄色的人 过来写点东西 不要不要不要 这个我们不是插那个插边直播件啊 这个太危险 英国黄色 哦可以 对对对 拿着头表头表第一篇差是三四写的嘛 对吧 我对经济学院真的是这个感觉 叫做你应该停止享受 你应该停止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中国经济增长 而多去看一些严肃的西方经济评论 比如经济学人 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 经济学人对你包括经济学人 其实还好一点 那个华尔街日报呀 那些就是对整个西方搞这个认知作战 搞得还是蛮成功的 你可以 我觉得就是 当然了这个认知作战的对象不是我们 那个那个就是我可能 我今天晚上本来想讲一讲 认知作战里面的一些直播原理 是我在你这讲 还是我上我那讲 你上你那讲 我们这个我改天听完你这个 我们再可以接着探讨 那一会我先撤了 我准备一下 行 行 好的 前台词 你想炸黄别带上 没有没有 那个路易大朗 那个是纯理论的 他那个应该是纯理论 那个你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 为什么你们觉得我的存在会炸黄 那 那我他们也不知道 推测 推测传用主机动力还能炸黄呢 我那更纯理论 我见都见不着 我推测传用主机动力的类型能够炸黄 第二次工业革命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区别 在于能量的在于能量的转化和传输方式 所以拆的GPT不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就然后威廉皇帝在1914年7月钓鱼 是战争最终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后我就炸房了 感谢干川沙迪 沙迪长城的SV 别瞎说 18年 陕西理科状也叫邱静尔 真的假的 我靠 这么牛逸吗 这都是 为什么总共发了三个人的声音 有两个人是给我的 然后我发了直播间 确实都是给你的 没事 我那个直播间人数不够 是因为我没有视频 所以粉丝比较好 大家不知道 我们赶紧引流一波 姓邱明吉尔 这个太秀了 关于那个 今年这个诺贝尔经济学 这个我只能说非常抽象 我 我觉得我水平太低 我看不懂 但是我 别受震撼 你翻译一下 你发给我 我给你解读一下 因为我也是学了好几年的 法国 后现代法国哲学的 我没看过他的东西 我没看过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研究的东西 我觉得很抽象 我看不懂 我大受震撼 因为我是真的能看懂这些东西 我今天一下子都在反思 为什么我能看得懂 你知道吗 有个弹幕 有个弹幕说 这东西叫性别经济学 性别经济学 性别经济学 很正常 但是他能得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觉得很抽象 不是 他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 今年不给个女性的话 不是经济学奖 就诺贝尔讲 今年女性定格不够的话 会被冲的 哦 这也太真知正确了 对吧 大家想听 接下来去我直播间 我这边下班了 可以可以 大家如果想 谢谢大家 可以可以 大家可以想听这段 可以去那个 二都一大老直播间听一下 反正有录播 对 反正有录播 这个我这边肯定有录播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天赌经济是这个 是 是天赌经济是 威廉 是什么 是什么梗 威廉 的意思是因为 在就1914年7月 是这个 发生了萨拉热窝事件 但是这大战是8月14号开打 就有那么一个月的时间 叫7月危机 就是欧洲各大国 在进行外交的 这个时候 然后偏偏威廉 那个时候在北海上 调度假 然后他的那个外交部长 和他的总理觉得 皇帝优柔寡断 应该不会开战 然后我们就赶紧把这个 我们就赶紧制造 继承事实 就 俄国那边都动员了 我们这边也在动员 然后等威廉回来 一看他妈的已经动员成 这个样子的开战 然后就这样开战 意思就是 威廉皇帝钓鱼 导致一战爆发 这个东西是 它其实是个梗 并不完全是这样 它深层的原因 当然有这个 就是包括欧洲各大国之间的 矛盾已经深重到一定程度 包括这个动员 就是大规模的动员体制 导致它形成的一种 近似于 核时代恐怖平衡的那种 必须 就是你发射 我也必须发射 那样 就你动员 我也必须动员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个威廉钓鱼 确实它比较有戏剧性 就皇帝钓鱼 确实比较有戏剧性 我感谢一下SC 感谢 方老姐的SC 我一女的都觉得 今年这个经济学奖很抽象 确实这个今年挺抽象 然后感谢 YYF的SC 您这直播间有妹子 正常诺贝尔奖最多 有点lobby 你B站 语性用户还是挺多的 但是其中那两个完全是魔幻 这个政治正确 玩到这种时候 没烂魂了 真的是 感谢感谢 我直播间居然有妹子 那个叫什么 对威廉钓鱼 那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 叫历史中的偶然 就它是在众多必然之中的偶然 对确实 就是你总保不齐 就是有人会有抽分的时刻 这个经济学上 大家一般都假设 就是人都是理性的 但实际上 如果你只要工作的够久的话 你就会意识到 或者生活的够久的话 你就会意识到 人绝大部分时刻是非理性的 能做到理性的时间 可能连1%都不到 所以就是 这个很多在历史大事件当中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 会在某些关键时刻 抽奇奇怪怪的分 我讲道理 就是这次诺威尔经济学讲 他虽说是研究的 就是性别经济学 女性经济学 但是他的研究本身 我看过了 是怎么说呢 还还可以的 他不会 他不至于说 像有些人写文章那样 说什么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LGBT在某一个人群里面的 比例很小 但我们认为 这是目前这个思维 还不够放开 所以说有人 故意瞒报所知的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统计的数据 还会要更高 那也就是说 他在自己文章里面 都已经否定了 自己统计的数据 然而他拿这个 自己已经否定过的数据 再进行分析 像再种的就是比较属于 纯扯淡的 像今年诺奖的这位 他研究的 好像大概就是说 女性因为确实 事实上就承担了更多的 抚养孩子的责任 所以说他在这个事业上 花的时间就更少 还是要看一看 看一看才决定嘲笑不嘲笑 但是做这个决定的人 那可以嘲笑嘲笑 刚刚我这信号 那个稍微有点差 那个没事 那个不是不是 是我这出了点问题 我这网络出了一个问题 刚刚那个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那个来 我们闲聊一下 这个 我看这个实体再高 总动员 我看完之后 我整个人都乐 那个HV大佬 你这个比较懂 你先评价一下 HV大佬 我在 你说的是 临时服务主义实体 对 我非常理解不了 为什么在这种 特别混乱的情况下 他的第一反应 不是稳站线 而是第一反应 最重要是搞总动员 我觉得 这真的是在自己给自己添乱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 你如果说是一个 李泽列的问题 现在是他在一个非动员型国家 在搞动员型 在搞动员 就是 怎么讲 他在一个非动员型国家 就是没有动员机构的 就撤除了大量动员 动员机构的情况之下 在搞动员政策 他问题在这儿 也就是说 事实上是没有这种 他是缺乏这种 把人按编制 按什么组织起来的 他在零几年的 21世纪出那波军改里边 把大量的预备 军事单位给裁掉了 换句话说 或者说把他们裁成了空架子 然后就导致你即使动员了之后 第一这些人平时没有这些训练 第二一个就是 就是这些组织的能力相当的弱 所以他处置 就只是多了一堆穿着军装的人 我们说的难听一下 就是多了一坨穿着军装的肉而已 这种东西 你又不能够把它塞到战场上去 不能够把它填到那种 潜在的高危险环境里头去 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国内政治导致的 又不能不把一个激烈的姿态 不上不下卡着 对 就是我其实个人 当然我对这个军事方面 尤其这个军事动员这块 我其实不太了解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从一个社会角度来讲 现在搞动员 其实一个东西会造成一个 你有大量未经过充分军事训练的人 其实这些人 他不管在军队内部本身 还是在他完成训练之前 其实就是到来一个能战斗的状态之前 这种大规模的搞动员 其实第一个是在会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恐慌 第二个是什么呢 它会影响社会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他你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 去给这帮人就是发枪方式发装备 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 你属于一个需要把钱 就是钱物力 人利用在刀刃的情况下 你去搞这种动员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合适的 如果比如说以色列是一个 就是包括刚刚那个HUA大佬讲 就是长 就是长期有动员机制的国家 有动员组织的国家 就比如说就是上个世纪 也几十中东战争的时候 那个状态 或者说东大某某个战争状态 你搞这种动员 就是大家是有一个社会基础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去搞没有问题 现在这种搞法完全就是 怎么说呢 确实有点像搞那种武装大游行了 而且这种动员型的战争 我个人观点就是这种 你搞这种全国动员型的战争 你必须保证是 如果你想搞野行 你是什么呢 你提前需要做铺垫 就是一步一步逐渐升级 就是比如说今年 就是一开始战争烈度比较小 然后动员一部分 然后比如说烈度升级了 你再动员 你被打一个措手不及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先防守 然后比如说你想扩大 就是反击或者扩大你的优势 你再慢慢动员 往上动员一个成绩 现在好 直接赖下30万 900万人 动员30万 而且这900万人里边 200万人 巴勒斯坦人你动员吗 还有300万人 阿瑞迪人你动员吗 剩下其实你真正能动员下来 动员出来的那个受众基础 只有40来万 然后你阿瑕抽 十分之一的 怎么说的壮丽 去怎么说的 搞古装大游行 很抽象 我只能说很抽象 非常像广神 非常像广神 当然了 那个在现代这套体系 当然因为你的信息运作系统 跟高小 也不会出现那种 大溃败这样的 但是你直接上来 就是直接弄30万上来 反正挺 我个人觉得是挺行为艺术的 就可以念一下那个 今天包姐发的 什么 是在宣布征召10万名 预备异军人后两天的后勤准备 后勤准备分配情况 是322万7100发子弹 也说 10万人300万发子弹 一个人就一个弹夹 然后21万7150 写的叫爆炸性弹药物品 也是手榴弹之类的东西 然后约7万9千套个人防护装备 包括了头盔 然后7万2千套作战装备 估计是那个什么耳机啊 护目镜啊 这些东西 然后4万6千500套制服 然后约1100件背心 这背心我不知道是什么 是防弹背心吧 没有没有 上面有是8万套防护装备 那个是防弹背心 这个不知道什么背心 然后3500块陶瓷防弹插板 然后每天分发约40万份的作战口粮 也就是说一个人一天只有4份口粮 然后每天包装约6万份战斗口粮 也就是说他一天缺口4万多份 他就每天生产是6万份 然后每天分发14万份餐食 这东西就热应该是热餐 就吃热饭 比如说平均一个人一天只有1.5吨的热饭 然后其他都要靠那个MRE去吃 然后每天分发约100吨水果和蔬菜 发放住宿及住宿设备约47,000套 比如说有一半的人得睡地上 然后所以说实际上两天的实际动员 就真正能形成战斗力的只有5万人 因为就你刚才你根据那个木桶就木桶效应嘛 基本上只有大概5万人左右是完全就有权套的东西 所以就你还不如不打 我说实话 感谢一下SC 人在蒲国支持一下 想知道如果冲突分级会对欧元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聊 这个我会聊 我只能说这个 有点那个沙黄的灰色牲口的感觉了 我只能说 有沙鹅灰色牲口的感觉 而且就是他这么点 灰色牲口子弹也管够啊 对呀 你过得不好 吃不饱饭 但是子弹还是有的呀 不至于一个人30发子弹吧 这也太抽象了 有一个弹幕说 ITF现在去某神秘东大国的义务采购来得及 问题是你是这样 这个东西你就想太简单了 能采购回来 能就是首先 他能不能安全的落到机场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怎么分发 你别忘了分发也是需要人力的 第三你动员的时候 你想想以色列现在这个状况 他能集中 就是把大家集中到一个地方 或者我们说去某几个据点动员 那阿玛斯一颗火箭弹飞过去 对吧 那乐的可太大 这个动员也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物资分发 他正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跟物力 弹幕说 沙俄的步枪不够 确实不够 但是你要想一想 沙俄那个时候 你拿着刀 你面对的对面都是步枪 拉栓的步枪 然后你他妈 你现在哈马斯拿着谁 你要准备拿木棍去打AK吗 我的天 是这样 大家要理解一个事情 就是分发物资 其实是一个非常消耗物资的过程 分发跟运输物资可能比消耗物资 就是你要运输的物资本身要多 对 这是一个物流学上 尤其在这种就是比较混乱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物流学上 物流上经常出现的问题 对 就是你 你会发现你手里边有大量的物资 但是你发现你分不到需要的人手里 然后实体现在其实真正应该 我个人观点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保证 田线最需要物资的人能拿到物资 在这个情况下 你要减少后方对于物资的消耗 对吧 然而对吧 你看实体 我们先先动员起来 动员起来 这些人要吃要喝要物资吧 那怎么办 那只能 你就变成了就是一大堆人 一大堆没什么战斗经验的人 在后面消耗着物资 然后前线极其缺物资 然后你你再去看实体最近送中队干什么 拿着拿着飞机去扎大楼 就很抽象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实体的到底在干什么 对吧 就是我们的身材比较发福的某位第三代将军 他都懂得田线对吧 物资要充沸一点 炮弹要充沸一点的对吧 实体现在是什么呢 前线前线很可能 就是我我不知道他现在可能过几天 如果他这么个搞法 可能前线真会缺乏物资的 不过那个你你去看现在比比 不是说比比现在开始搞内斗了吗 那个呃 宪法修正案通过了是吗 这搞的那个 就是也帮助比比达到了比比显奥的目的 还有评价为不如底 不如底 确实有有那么一股那个大便五路伐下的美感 真的有真的有这么一个大便五路伐下的美感 确实很像 但有一说一大便五路伐下最后也算是打赢了 对 惨胜你惨胜也是胜 对吧 不过这辈子是确实被人家 被哈马斯给脸给打烂 哎 我军事要不要来点笑话 就是我的视频评论区里面一些 来来来一遍 来来一遍 大家不要不要吐啊 不要吐念一念 首先是针对哈马斯的一个地下掩体 有人说 以色列的精确知道钻地炸弹能够能够炸到十米以下的地道 我寻思您也要知道这个地下掩体在哪 以及地道在哪才能炸呀 还有还有什么 看看 以色列操人对吧 以色列空军超人 有一个说那个 说沙姆那说前线已经缺步枪了 这个政策 你后边动员在发步枪 你想想前面怎么可能不缺步枪 你平时莫非 现在是什么 你前线已经被突击了 你大量军火库肯定已经被哈马斯 要么占领 要么炸毁 你前线缺步枪是一个必然出现的事实 这个时候你不想着往前线运步枪 而相反想着在后边发步枪搞动员 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 还有一个巴勒斯坦当前的最优解就是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少数民族 虽然很憋屈 但解决了最重要的事情 活下去 其他事情可以等后面时机成熟了再说 宣传一边几百万 加上几百万人 两三百万人 以色列总共才多少有点人 这个话其实你 别人阿拉伯人又不是没有 以色列是有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二十多都是阿拉伯人 你说你这百分之二十多阿拉伯人过得并不好 别人又不是不想融入 但是你不让别人融入 上街就把别人 就我之前看一个微博的一个老哥 老哥说就他他发的 他说去过以色列旅游过一次 然后他就说看到那个微博 本来他说不想参加这事 但是结果这几天微博 就那个以色列微博在那乱宣传 搞得他很气 他就说他那次去以色列 那些IDF的人就当众在街上 随便抓那个阿拉伯长相的人 按着这样打 打得满脸是血 然后也不顾忌边上就有游客看着 然后他反正就看到你拿手机不让你拍 就反正我可以打但你不能拍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就以色列那个 所谓中乙混血那个人 就没事的时候这是以色列人 出事了他就是中乙混血 那妈的就IDF必须要是 那个以色列国籍你才能参军 所以那个就那个老哥最后评论了一句 就是所以说你你国 你国的操作对得上你的苦难 我只能说他他妈都是IDF的 你跟他说什么呢 他都是IDF 你跟他说什么B话 什么混不混血 美国国籍他都不光是必须以色列国籍的人才能参加IDF 他说你得说西伯来语才学 就必须得混说西伯来语的才能行 那你我只能说你的操作配得上你的苦难 对你的血统也配得上你的苦难 然后那个说少数民族 我心想你以色列把强一猜 直接跟阿拉伯民族一融合 那不也少数民族吗 你看之前你们没搞独立建国兽几千年都没事 对于这种人而言 他妈世界是中东就巴以问题是在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是20123年10月7日突然出现在地球上 我只能说加沙周围那圈墙 是以色列在16年之前修并且进行封锁 选不选择融入的主动权并不在加沙方面 以色列是以色列修的墙 对就看就什么墙 墙就是比如长城就是墙 然后震弹长圆 所以墙就是圆 所以就是以色列元神 元神启动 对 还有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 就在那个 哈马斯的这个投弹无人机那个视频 下面有人评论说 天你们这种小破名用无人机有什么用 等到电子干扰系统一来 你们全都没用 我寻思 那么请问电子干扰系统在哪里呢 对啊 你来一下 你来一下 那个不过我这么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就是山高 我今天没事到山高的微博 我逛了一圈 我觉得山高有一个说法 我非常赞同 就是以色列现在是怎么说呢 是对吧 帝国的一个大包袱 只要这一波没结束 不停的耗下去 绝对能把帝国最后那点 加底给耗干 耗干 刚刚有个弹幕说 说约那个约旦要动武了 那个不是约旦要动武了 是约旦开放了军事基地给美国 热子 其实从战略的意义上来讲 就是以色列的重要性远比乌坎要低 但是人奈何 以色列在美国有一个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 对吧 你看 就跟着这么对以色列不感冒的人 都得力行力以色列 还有在这个以色列轰炸 就是夜间战机轰炸加杀的一个视频下面 我去 这个我看看 1.6万播放 有450多条评论 这就很明显的是属于懂得都懂的级别了 就争议比较大的 然后下面有些经典评论 有什么 哈马斯别钻到人群中 光明正大的在外面干以色列 还有人说什么 炸你之前还要警告 我寻思哈马斯炸以色列之前也没警告 我寻思人家哈马斯也是光明正大的冲进你的基地 人家是坐着飞机直接冲上来 白天冲上来的 也没有说对吧 不光明正大 那么白天从天上来 我甚至说 首先白天光学 这个光学 这个光学比较充足 对吧 光线比较充足 人家是在天上 天上的背景比较爽 你总不得说以色列 你总不能说哈马斯是他妈的混在鸟和云里边 伤害了鸟拳和云拳 神经病 我们要理解这种 我们不能说小市民 说这是小市民 侮辱小市民了 他觉得自己可以指摘别人 觉得自己高明 觉得自己可以 所谓站在高地上 对别人指指点点 对他对这种而言 这个逻辑是反过来的 他试图通过 对别人指指点点 把自己放在高地上 当然这个话怎么讲 不能说的再重 说的太重容易回旋标砸自己 你们能理解这个意思就行 还有还有还有一个比较逆天的 哈马斯打之前警告了吗 之前以色列是给你脸了才提前警告 就是那个敲房顶在说 然后还加了一句最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的一起 哎呦那那哈马斯这回那真理也挺大的 对那真理也挺大的 对那个 关于这个 呃 美国在中东这些军事基地啊 我们 我这借用一段教员的话 呃 教员怎么评价美国在 很多国家建了几百个军事基地呢 教员是这么评价的 都是靠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脚索 不是别人 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了这种脚索 并把它靠在自己的脖子上 而把脚索的另一端 交给了中国人民 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 叉叉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的越久 靠在他头上的脚索就将越紧 嗯 对吧 现在你看 对吧 这不是脚索就来了吗 还有 还有一些比较逆天的评论 有一个说 以色列政局动荡很久了 哈马斯搞这出 这下紧紧团结在内塔利亚湖周边了 你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确实以色列现在团结在内塔利亚湖周边了 但是这种团结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就没法说了 本世纪的 就是从本世纪的经历来看 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打仗的结果 一般会把总理打没 对啊 这确实战时可能仅仅团结了 但是 属于是吧 这个2000年 埃古德巴拉克逃出南黎巴嫩 然后就 然后这个由于这个 他就是撤出黎巴嫩 可以使我们免于被攻击 这个承诺根本没兑现 珍珠党直接在边境组织大家围观扔石头 还有越境搞绑架搞袭击给自己撤没了 当然这算撤进 难道我们看一下 05年沙龙被中风之后 06年奥尔莫特啊 狂暴轰如 12日对以色列军官军校生演讲 我们已经战胜了珍珠党 即兴脱稿发言 然后就是他台上的其他的这个 他的顾问团队成员 还有台下的军官和军校生 都是一副看傻子的眼神 然后再往后 那内塔尼亚国第一次下台 也是被打压去 就你往后看的什么贝内 纳普塔丽贝内德 什么这个这个还有什么 我突然忘了 这以色列丁真是谁 他那丁真总理是谁 拉皮德 拉皮德 雅尔拉皮德 雅尔拉皮德 那都是什么 我们要对的 就是那个18年那次是什么 18年那次是他们要把那个 耶路撒冷东部谢克杰拉区的 四个巴勒斯坦家庭 强行从他们家里驱逐出去 然后就是 然后这个事情闹大了之后 就这个事情 就是成为一个热点事件之后 就是 然后PIG那边开始打火箭 PIG那边开始打火箭 支援这个 就支援这个巴勒斯坦人民 保卫家庭的斗争 然后我们跟PIG炸一架 打一架 然后打完了之后 这四呼巴勒斯坦人 不被宣布暂缓 驱逐他们的这个决定 然后应该是给拉皮德 不对 对 是给拉皮德打下台了 反正你会发现 就确实战时能够紧紧团结 这打完仗之后会怎么样 可不好说 就反正这些人他总是为了赢 就 哎呦 反正你字类也是这一点 就是他妈的 你现在不是那个状态 也不是那个实力 但是被民粹过写 尤其是被这种基于种族主义和 种族主义和这种宗教 排他性的宗教的优越感的 这个种族主义 在这样的民粹驱使之下 去做这种各种恶心事 主要是他们看你爱一眼 看你恶心 倒不是说真多喜欢阿拉伯人 或者真多喜 真觉得怎么讲 真觉得这个 他们的伊斯兰教 逊尼派有多是什么好人 是什么值得敬爱的人 主要就是 现在就是 谁怎么讲 谁对着以色列刷火箭 哪怕是撒旦 我要给他鼓掌 就这个意思 我念个SC 说等一下 大家感谢北YYF的SC 我今天房子 这个是读稿 王稿 王务 桐沙 去土蛮 老庙花 灵丹 博士兔 王稿 王务 堂 桐沙 桐沙 土蛮 汉 老草花 灵丹 灵丹汉 然后博士兔 没想到第一个来 偷关的是董胡里 确实 就这都是蒙古那边了 对对 就明末蒙古那边了 我听过那个 谁讲那个 关毛 我偶尔也会听一下 嗯 那个我 我刚刚说这个 团结在这个 内塔尼亚湖身边 他确实团结了 但是这个团结 是为了什么团结 你得打一个问号 是真支持内塔尼亚湖呢 还是 把内塔尼亚湖 当着一个旗子来挥呢 对吧 你要想清楚这个事情 对吧 呃 在内塔尼亚湖周边 是指 是本格威尔 还是斯莫特里奇 好像是 是 好像是 本格威尔吧 本格威尔 你敢不发动总动员 我就不加入 看守 我就不加入联合内部 对 这个 我只能说 这个 怎么讲 这个 多党议会制 多数党 党魁当总理的政治制度 只配备小党 就只配备这种 边缘 边缘少数 但是确实 你能不能成为 这个执政联盟 关键多数 就能不能成为 执政联盟多数的 关键小党 就这种 边缘民粹 魔证人给干烂 这种议会政治的 必然结局 肯定是这个结果 你不许 不总动员 我就要攻击你 团结在 内塔尼亚湖身边 只这么团结 历史上 其实还有一个蛮类似的事情 是1941年 某些 就是比较激进的人 团结在 当时日本首相 东条 东条英迪身边 一致搞出了一个 对美宣战 这也是团结 当时东条英迪 支持率可高 日本那个也可团结 但是这个团结 是好事还是坏事 东条 因为这个 就是所谓 什么 什么什么事变 这个问题 解决不了 他已经准备下台了 他已经 他知道 他觉得 他回东京的时候 好像是觉得 自己估计 势出不顺 可能 要吃点挂螺 然后大家 然后大家 一致拥戴 你来当这个首相 然后 你来当这个首相 对美宣战这种大事 对美宣战这种大事 一定要东条军 你来做 对 对 我们团结的支持 东条军 你 东条军 站起来 对吧 对吧 就是现在 很多以色列的政治派别 支持比比 就跟这个很类似 就是比比总理下命令吧 你看 为什么能搞出总动员呢 对吧 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妈咖啡了 对 我妈咖啡了 对 接着 有没有接着再念几个 来来再念几个 来这差不多就大了 我们是什么品牌 巴尔本身为了资源宗教信仰都他妈打了多少年了 巴塔赫的做好已经是最好的了 哈马斯搞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爽几天换来的结果却是以色列的除恶物尽 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你们看一下约旦河西岸占领区 我已经本月的约旦河西岸很干脆的成为占领区了 因为奥斯陆协议把约旦河西岸地区分成了三个 分成了三类地区 这占绝大多数的是C类地区 C类地区你可以理解为民政和安保都是以色列负责 B类地区是民政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就是由法达赫负责 但是安保由以色列负责 那就是说白了 就是实际的沦陷区 C区就是沦陷区 B区就是汪尾区 B区都不是汪尾区 B区其实也是沦陷区 只不过是让你 怎么讲 让你占民 维持会 对对对 B区就是维持会管理区 这个C区就彻彻底底的沦陷区 A区才是巴勒斯坦人自治的警察和安全机构 由巴勒斯坦人负责 那么A区有哪些呢 你看杰宁 纳布鲁斯 拉玛拉 还有一个叫图什么地方 你可以理解为就这四个镇 然后拉玛拉又和其他三个镇是分开的 所以所谓的巴勒斯坦总统 所谓的巴勒斯坦总统 阿巴勒斯你可以称他为拉玛拉镇长 拉镇长 对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他妈的怎么讲 签订了彻彻底底的卖国条约的一个组织的领导人 被圈在怎么讲 被圈在他的国家的合法领土的一小块上面 然后跑在国际上 跑到国际上 来代表这个国家 就你有没有一种感觉非常个硬的既视感 一种非常个硬的这种熟悉感 就就我提示一下 你有没有一种就是就1949到1971之间的某种非常 就非常个硬非常可行的熟悉感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法达克没法有好感的原因 还有 还有一个很逆天的 得又开始卖惨了是吧 给我狠狠图这群神棍绿除 哎呀 这个论神棍的属性 嗯 这个谁到底是神棍这个事 你得表清楚 那毕竟以色列建国是以一本小说为基础的 哦对 人巴拉斯坦建国可没那本小说 别人是自古以来 对 跟伊斯兰的那些妈人 他建国是自古以来 我祖上就在这 我祖上2000年前早把你们祖上全部给打跑了 别别别干黑哈瑞迪犹太人还呆得好好的 没有哈瑞迪没多少人 没多少人 哈瑞迪没多少人 哈瑞迪之所以那么多都是他们以色列政府 就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搞的鬼 为了 就为了 那就是我不太了解 我一直就就在我心里 哈瑞迪犹太人好像其实就老老实实呆在那边不问事实 所以说过的也还可以 就至少没人找他们麻烦 其实那是为了哈瑞迪犹地位 不用从宗教正统权威的角度论述 以色列国是一个以色列国是一个贸用弥赛亚地位 在弥赛亚将士之前就非要建国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怎么讲 逆贼伪朝 他是事实上是为了不让哈瑞迪人从这个角度论证 相当于本乌里安他们当年给了哈瑞迪人一大堆的待遇和补贴 相当于是会 这个是真的会 这个是真的会 巴勒斯坦那块地方本来就很多人从犹太教转伊斯兰教 就没什么好说的 就不说那个叫什么 就权战法老这个游戏 它的唯一的存在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选赫提或者选埃及去狂暴轰入犹太王国 这个是这样 纽约北边有一个哈瑞迪人的社区 其实也不算纽约那已经出纽约了 反正就纽约往北那个方向有一个哈瑞迪人的社区 我有幸去过一次 我这么跟大家说 我就是你去你在美国任何一个就是国家的社区 就是移民国家的社区 你比如说你去墨西哥社区 你能看到墨西哥去 你去阿根廷社区 你能看到阿根廷去 但是你在那个社区 你找不到一面以色列旗子 真的 在人家眼里 你以色列那是伪朝好吧 就是 以色列国就该完蛋 尽管以色列区命的会他 只是让他不说或者不公开 不公开的说这个事情 不在汴经和试经的时候说这个事情 人家内心 人家内心和论证还是这么论证的 对 不发表 就是说会了 所以不发表 那我接着念 然后 刚才有人什么 有人非要个影 非要抖抖傻逼的机灵 说什么 这不是阿萨的 首先 邋遢基亚加上大马士革的人口 加起来 估计比剩下的叙利亚的差不多多 就论证完毕 论证其次 就怎么讲 阿萨的再怎么着 没有把全国一大半国土的民政和安保 彻底交给一个外国和外国 这种恶心的机灵可以少抖或者可以不抖 还有人问这个哈马斯为什么还没有把法塔赫消灭呢 就如果以色列占领当局和法塔赫维持会不找各种借口推迟了大选四年多 你看看法塔赫还在 该大选了 今天什么新冠疫情 明天发生冲突 后天什么技术条件不好 大后天可能天气不好 反正就是各种借口 就是不选 就是不大选 死了也都不走 所以在我眼里 虽然大家还是国际上 即使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 也还承认这个法塔赫和阿巴勒斯坦 但是在我眼里 谁最能代表巴勒斯坦的 你至少来 至少现在来看的话 还是哈马斯最能代表 因为你总不能告诉我 拉马拉镇长最能代表巴勒斯坦的 对吧 对啊 那个哈马斯手里好歹管了两百多万人呢 就是 对 那个感谢这个天猴白胡子的SC 我不是很了解了解实体 但以他的实力 机步营加坎克连和侦查连炮兵营 组成类 ETG没问题 来吧 你的步战车在哪 步战车在哪 就完事了 这个问题就完事了 步步战车在哪 他根本没有步战战车 他大量的都是那个M113 EPC没有RF1啊 你只有EPC没有RF1 你连对位的 就是你连该有的生态位的装备都没 你的步兵 你的步兵都不能乘车冲击 你跟我说什么BTT 下一个问题 而且炮弹也不够 对啊 他可以组成那个 他可以组成乌军那种 就突击营 就马兵突击营 对 货物300 突击营 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说梅卡瓦是步战车的时候 并不是说梅卡瓦可以很好的 就梅卡瓦可以很好的碎星步兵战车的功能 而是说它的性能放在坦克这个赛道 实在是有点 就实在是有点怎么讲 就有点拖在那个外轴 你能理解吧 就比如说我们给坦克评分这个X轴 各种型号的坦克 什么喵2V6 什么这个M1A2 M1A2 Saf M1A2 Task 或者M1A2 Saf3 T90 M5 就我们画一个作胶轴 横轴是各种坦克形号 纵轴是它的各项综合性 就如果梅卡瓦不参赛 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些性能做什么75 就纵轴可以直接画一个折线来省略 然后直接从什么75 还是往上排到100 但是你梅卡瓦要来参赛的话 我们可能不得不把纵轴从30分开始往上画 就把梅卡瓦称为步兵战车 这并不代表它可以很好的碎形一辆步兵战车的功能 而是你应该做小孩那种 可以 这个总结很道理 我念个SC 感谢山东万德福生物科技的SC 请大佬喝大豆油 润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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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这么说 那个金主我这么跟你讲 我觉得以色列可能过段时间得缺大豆油了 真的 就是因为他现在军火 就是因为这个战争 他必然影响到他供应链 他现在军火出问题 过段时间 肯定这种生活物资 他肯定也要出问题 不用想到 新谢可尔已经在暴跌了 对 而且我看他不是说泡了300亿美金 然后稳定新谢可尔 对 他泡了300亿来稳定货币 但是这个他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 只有短期内才能细效 长期一点 反正就是相当于是在给他放血 在给他这个货币的价值放血 他的外汇储处备量就是他的血包 就那个补血的血包的量 这个什么时候血包放完了 什么时候货币这个货率就绷不住了 犹太的那个食品 他的那个认证叫什么来着 清真的 犹太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犹太认证 犹太认证 抠上还是叫什么东西 知道 弹幕有问新谢可尔是啥 是以色列的货币 这军饷原本可以买300瓶可乐 现在估计不知道还买不买得起 哥们就剩两菜瓶了 是closure 是吧 人家你看人家大豆油已经想好了 就是又含烂又closure 所以人家做生意的 那这种尤其是这种新技术 新技术新思维的新速度的产业 商务秀局还是很敏锐 相关的准备都很专益 所以我们可以长期待 这些金主爸爸可以给我们长期稳定的提供资助 好事很鼓掌 有个账户问以色列现在东西涨价了吗 他现在不是涨价 他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 就是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以色列大量的生活物质长期得依靠外面给他拉进 就走海运走那个路运对吧 你想想现在这个状态 他物流成本物流本身就混乱了 然后他的物流成本肯定是飙升的 而且他全国大量的人力去搞那个总动员去了 你想想吧 反正挺抽象的 那个梅士威大佬你这个卖又扎 可能不太理解 所以以色列大概是个什么概念 我这网有点卡 你那也有点卡 但我不知道谁卡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有很多我在解释一下 大概是就以色列这个体量的国家 抽30万兵是什么概念 就是他首先你得看他多少人口 他可以参军服役 200万阿拉伯人 大概100万哈瑞迪人肯定不行 就这俩加起来小400万人 所以以色列差不多我们就算他可参军的 就是允许参军的人口是五六 是五百万到六百万几 你30万相当于是20人抽一 20人抽一怎么说呢 这个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 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人口中的比 就20人抽一是 是朝鲜人民军的比例 在人口中的占 然后一些其他的例子 我们想一想的话 就大概算一算 就是我想东北解放区当年是4000万人100万兵 4000万100万兵 所以是四十分之一的人口 韩国他现在就 你说他每年因为这个马丁 当然能够幼兵一致这个事情闹得鸡飞狗跳 他是你可以理解为60万兵到70万兵 他是5000万人口 你可以80抽一 80抽一就相当于国家年年就整年鸡飞狗跳 以色列现在你整这种二十抽一 整这个苦难行军时期的朝鲜人民军的比例 你要知道朝鲜人民军整那么大的缘 并不是说他真的要去打仗的 他很多时候就是把 他维持那么高的动员比 他事实上 出白了就是国家把人力组织起来去种地 去干活 去从事生产救灾的 所谓先军政治 先军政治主要是 就是把壮丁给 把青壮年的人口给管起来 给用起来的而已 以色列你现在 你要就是怎么讲呢 如果你对于这个 二十人抽一的时代的 人民军的战斗力 不抱什么信心的话 你对于这种二十人抽一 现在这种IDF的状态 也不用抱太大信心 而且怎么讲 人民军他就是 他是那个时候是二十人抽一 他起码怎么讲 他是一个长期维持 长期维持一个状态 或者说他是在几年的时间里边 逐步进入的这个状态 也就是说相关的什么机构设置啊 政策呀 一些条例规程 他是慢慢成熟的 你以色列突然从一个正常的 就是全军怎么讲 全军的这个可用的 就陆军的这种实际的兵力 怎么讲 这个几万 应该是三万还是四万人的一个状态 你突然涨到三十万 你突然把军队再挤 我们就给他宽限一点 给他一周时间完全动软 但我感觉他好像征兵抓 就是他好像先扩军的速度 还要更快 你一周时间把军队员扩十倍 扩不出来的 就扩不住什么像样的玩意儿的 扩不住什么 不要觉得什么全民皆兵 这种东西听着就 一听好像很 怎么讲 很威武 好像跟战斗力有什么联系一样 不会的 战斗力有什么联系 我这么跟你讲 就是赛里斯 就是最早搞全民 全民全兵的叫做广神 广神是什么 加上你自己了解一下 然后感谢耶稣下的霍西尼的SC 以色列会不会拿撤侨当筹码 逼憋战队 我这么跟你讲 你试图拿憋的国民逼憋战队这种行为 这就比较容易招了一个后果 叫做国家不可恐怖分子谈判 就是伊朗跟哈马斯盼着你这么看 我只能这么说 盼着你这么看 而且你不要对赛里斯在以色列的人 就是公民数量 有什么数量上有什么幻想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多 确实有 但是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多 而且很多人都是双国籍 你自己要当种族主义国家 你选的吗 对呀 你选的吗 我想 然后我是这样 我之前看到网上 那个有一个匾子说 就是很多 驾到以色列的 稍等一下 就那个耶稣下的霍西尼老哥 还爆出了一句经典 非常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国土报文章的作者 揭露了他在脸书上发帖后 偶然发现了军队仓库严重短缺的情况 因为 因为这个 因为就是有很多仓库里面的东西被卖了 然后那个耶稣下的霍西尼老哥 来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这下不如俄国人了 俄国贪官都知道战时军备不能弹 主要是以色列这个情况他变特殊 感谢义丘宣主人的SC 不理解比比现在就总动员 要是一个月后还没完事 他怎么办 旁至生产崩溃 继续投铁 你这么想一个月之后 如果还没完事的话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比比不是以色列总理了 是吧 有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我就是 他要不要偷天 到底这件事 他说了不算 这个 你得看哈马斯 你得看哈马斯 一句话都算不上 很多搞动员不是一声令下就行 你平时要有准备着容纳这些 准备着容纳这些突然增加的人员的机构和单位 我最想知道的还是 以色列空军把这个 就是他对加沙的轰炸没停过 他这么一个轰法 一个晚上能够出动500多次 轰炸500多个目标 他这么一个轰法 他后面打不打了 打的还全都是民防 地下的这些真正的攻势 一点损伤都没有 还在吹什么 击毙了什么 就是炸死了什么 以色列的高官 不过行刺 人家被炸了几十年了 人家还不知道躲在地底下去吗 他们有什么理由 待在地表上的民防里面 让你炸呢 我就很搞不懂 他按乙军这种炸法 他这个炸弹打算用几天 他这个炸弹打算用几天 他这个其实成了一个 就是怎么说的习惯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 叫做达西亚斩略 是就是以色列在这个 怎么讲 在2006年之后 这些搞的这个战略 就是对于真主党之外的 其他势力他都这么干 达西亚就是那个达西亚区 贝鲁特南部的那个达西亚区 达西亚战略 他意思就是说 就是为了怎么讲 这个我们当年 当初和真主党打仗的时候 就应该为了震慑真主党 去无差别的轰炸 这个黎巴嫩的什叶派人口 就相当于是 就是我们就是和什叶派武装打仗 这个应该怎么打仗 或者怎么让他不敢打仗 破坏他们的士气 应该去无差别轰炸 这个是无差别的轰炸 什叶派人口 当然事实上 就是这个东西比较讽刺 首先就是提出这个人 是加比艾森科特 艾森科特相当于是什么 艾森科特相当于是当时 怎么讲 黎巴嫩战争的时候 他处在一个相对人员 被排挤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是 就是他应该是当时 以色列总参的作战部的负责人 就他制定了很多很 就很 他制定的作战计划 从后来我们的推演 反过来反推他的 就从他的个人的这么一个性格 和这个表态来看 他制定的计划 应该都比较 就比较狂野 或者比较暴躁 但是当时内阁也不听他的 或者说 李色列的战时的领导层 不听他的 不按他的计划 就是不采用他的计划 所以他一直就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一直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 他所以管这个东西 叫达西亚战略 就是事实上是 以色列并没有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胆子 去说为了让真主党 这个破坏真主党的士气 这个让真主党胆寒 去真的轰炸达西亚 其实没这个胆子 但是还是要把这个东西命名为 命名为这个达西亚计划 或者说达西亚模式 就是我们如果当年这么干了 就赢了 但事实上 他们当年就是那么干的 但最后是被真主党 拿火箭弹给hold住了 他们就当年真主党 就是你炸我黎巴嫩平民 我就给你打火箭弹 炸你的平民 而且互相炸 炸到后面是 以色列那边的平民受不了了 去冲政府 然后以色列才停下来的 你敢暗杀 你敢搞什么暗杀 搞什么破坏基础设施 我就到全世界 什么到南美洲 去炸个什么犹太人文化中心 直接跟你全球搞秘密战争 跟你境内就跟你境内打 境内打不了 你就去境外打 最后相当于 真主党和以色列 就是靠这么硬着互统 那还是在敢吃伤亡嘛 一方面是降低伤亡 另一方面敢吃伤亡 靠着和以色列互统 硬是把双方针对于平民和民用设施的攻击 给停下来了 就艾森科特那个意思就是 当年就不应该和真主党整这种协议 如果我们狂风乱炸 大西亚区 南丽战争就打赢了 真主党就不敢再对抗我们 然后07年以来 以色列一直对加沙 主要就是对加沙地带 搞这个战略 就是他们觉得可以靠屠杀 屠杀平民 然后不停地轰炸平民 去震慑或者说削弱这些抵抗组织 你这个东西 它不是无益的 它也不是临时起义的 它是十几年来就这么一以贯之的 只不过怎么讲呢 哈马斯的斗争的成熟度 或者说加沙地带斗争条件 确实没有真主党好 没有狸八蛋好 真主党确实能跟你干出来 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 你轰炸基础设施 我送你汽车炸弹 但是哈马斯还干不了 哈马斯毕竟 怎么讲 09年之前 或者说09年还是个大菜机 还处在一个比较菜低的状态 空有热情 没有什么策略 以色列人还没吃够教训 我估计这次之后 多多少少以色列人得老实点 刚刚有 我先补成 刚刚有个弹幕说 民族主义都这么短 是吗 我这么跟你讲 这东西不是民族主义 这东西说白了 就是纳粹主义 以色列搞这套不是民族主义 是纳粹主义 来 李大伯大老 你接 就问 为什么对付哈马斯的隧道 不使用毒气和灌水泥 你冲哪分毒气 灌水泥的 冲进加沙吗 还有一个对于以色列 就是对加沙的不停的轰炸 下面有人说 你错了 这些铁炸弹多的是 而且打击效率比炮击还核算 那块地方没那么大 你想把以色列铁炸弹号 我还是想多了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 我先问一下 飞机起飞是不用游是吧 上次一个星期就没了 我倒要看看这次能够长多久了 我觉得最离谱的是你说 你扔炸弹我能理解 你往这种平平社区不停的扔这种 怎么说呢 本来能用来轰炸就是哈马斯 就是在对战过程中轰炸哈马斯军队的 大老百姓你不是自己给自己着恶行吗 还有还有一个 仅10月6号到7号一晚 哈马斯就杀了800多人 我倒要看看这800多次击杀了 有多少是军事目标 有多少是平民 以及你哈马斯打算怎么应付 你哈马斯打算怎么应付 接下来至少数周的高烈度战斗 还以为现在但要打光了 还打光了 还有伊朗神棍爸爸 真主党卖队友专业户给你送吗 首先在我的认知里 真主党还真没怎么卖过队友 卖队友卖的比较多的是美国人 第二个就是你说哈马斯打算了800个以色列人 你这不是给哈马斯怎么说呢 搞真兵广告呢 对吧 你把这个消息放在加刷放在西岸 我觉得报名参加哈马斯的人会特别多 对吧 为什么他说的真主党卖队友是空随来风 他哪来的根据完全听不懂 就不是就你以叙利亚以色列到处都是真主党教官 包括南美洲委内瑞拉墨西哥都有真主党教官 我不知道真主党卖什么队友 这种就很奇怪 你这种就都不知道他他在什么 就抖音应该也没有吧 我觉得抖音都没听说过这种说法 就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还记得这个直播间刚刚开始的时候聊了那些拿钱办事的 不是那个老哥都说了 这个拿钱办事的人 他这个做这事的和信这号的 他水平都不高 所以说这其实可以理解 现在真就这帮自由主义旧秩序国家的永顿 都已经开始自由新增了 真他妈自由 还有一个大概率是机器人的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巴勒斯坦的各派别恐怖组织 为了各自的利益长期进行恐怖袭击 导致其定居点逐步收缩 这是自取的 整个袈裟是恐怖组织的温床 穿平民衣服不等于是平民 恐怖分子不分男女老少妇女儿童 希特勒表示很赞同你的话 对 太对了哥 太对了哥 我看你以色列确实挺可怜的 对 我就不太觉得挺可怜的 还有 为什么我讨厌这帮他妈的拿着旧约和新约的人 就天天就拿着自己 就天天嘴上说世俗话 世俗话 其实还是在搞这些 就把别人的宗教定义为邪教 然后把别人那些东西都定义为 都是异教徒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最后 最后我们就只能 那你觉得你这套对 那我也觉得你这套对 那我把你定义了 就你这旧约就是本破地摊小说 我觉得就写的不行 那个关于刚刚有一个弹幕问 说那个觉得巴勒斯坦人能赢吗 我这么跟你讲肯定能赢 只是时间长还是久的问题 形势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 其实是目前来看是反而更有利的 等一下我刚刚有一个弹幕说 乌鸦校尾的微博被删了好几条 油公关力度不小 油公关力度一直很大的 油一直在全世界花钱 我讲过 你占搜那个话题 你搜以色列是没有相关话题的 没有 然后你搜犹太人 就给你来个什么 犹太人怎么赚钱 犹太人怎么经商 反正我之前发的第一条 那个巴以相关的动态 我直接用的就是犹太人怎么赚钱 赚钱的方式就是被杀猪 就只要犹太人死了只剩一个人了 那以色列的人均GDP一定很高吧 我之前看过一个 Reddit上看过一个帖子 就有这么一个帖子 他这么说 停下停下停下 我看到了一个题为精彩的 就这一亩三分地有什么可打的 巴勒应该团结起来 帮乌克兰把大鹅考树 之后一人飞 只得腿不比这破地方相多了 你分析 你之前那38炮弹 你觉得送到哪去了 你之前那38炮弹 送到哪去了 你自己想 对 你那确实有这个想法 可惜 只能说可惜 关键 关键也有可能送到 哈马斯那边去了 对 有可能 弄回去弄哈马斯的 对 你送到乌克兰 让乌克兰倒卖给巴尔干兄弟 那巴尔干兄弟又卖给哈马斯 那个 我刚刚 我刚刚想说一个那个 就是 呃 我之前在ready上看过一个帖子 然后那个帖子 国主写了这么一段话 就说 任何一个西方的伟大科学家 都避免不了三件事情 通生死亡和成为犹太人 就反正 以色列 各种花钱 就是 但凡你不管主张血缘哪 周围站点 都能给他定义成犹太人 不是 去 就那个有弹幕说 思路是对的 去北美减金币 你怎么知道 这帮抵抗组织 没有在北美减金币呢 就当年 那个 四字主博是 就读书是读过一次的 一个珍珠党的 在南离前线 蹲 蹲站好 蹲 蹲无聊了 他给他割 他割是珍珠党的 中高层干部 听 你这一条 这一条我一定要 插播一下 不准 他哥是中高层干部 然后他给他哥 打了个电话说 哥 我在前线太无聊了 我整天在那看 看犹太人和啥子 我又不能打他们 然后我去 我准备去北美 搞电信诈骗了 然后说完第二天 买了张机票 去真的去美国 搞电信诈骗去了 然后 然后这个事情 怎么被发现的呢 也很抽象 就 好像是当时过海关 还是过什么检查 然后翻他钱包 钱包里有一张 纳斯鲁拉的照片 这样就给他扣下来 就特别抽象 可以 来 瑞达美尔老子 来 加沙的阿拉伯人 都是一些 只会生孩子的神棍 他们是无法对抗 以色列这样的文明国家的 他们生出来孩子 只会拿去做恐怖分子 我只能说 你三个 嗆鼻子 太嗆鼻子了 你 我之前赞看 哈瑞迪又猜人 生孩子的效率 人家平均一个家庭 七个孩子 好了 没有 现在哈瑞迪人 一直在跑去烧 以色列的国旗 对 来 我们聊一个话题 刚刚我想起来 我第一个SC 讲过 就说这次战争 对欧元区有什么影响 最大不知道 这个应该你的方向 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 就是 他在脆弱的欧元的生命线上 又狠狠的潜上了一跤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因为我个人觉得 就是目前这个状态 美国是一定会把欧元区 这几个主要国家 绑在支持以色列 这个战车上的 然而这种在离欧元区 比较近的国家 怎么就是地区拿出手 一定会造成一定的 怎么说呢 区域内的局势动荡 对不对吧 这个再搞几拨难民 这个事还是有可能的 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石油跟天然气的价格 这个欧元区的工业 真扛不住了 起码德国的工业 是肯定扛不住的 德国 德国它今年 它是个down trending的姿态 就是它的经济是越来越差的 它比就是下半年 它比它上半年的预期 还要差 德国 对德国现在 我进去pmi到39了 对不对 对啊 你怎么做到的 您这是去工业化 去的比美国还厉害 美国都没到39的pmi过 我这么跟大家讲 pmi39是一个什么概念的 就是塞里斯分成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低 就是2020年那段时间 都没有这么低过 pmi39基本上就代表着 你的工业进入了一个 急速萎缩的状态 对啊 那个弹幕说对 连续三个月低于事实了 这个其实挺恐怖的 而且而且大家要想 另一个事情啊 它这个39不是那种 就是我自然状态下的39 抱歉 它不是那种自然状态下的39 它是进行了大量的 货币性的政策设计 国政府类似于这种经济性的刺激 整了一大堆才39 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你进了ICU了 你心跳都没过60 就是你在ICU在那抢救的 然后你心跳都有 有那个跳不起来的感觉 是是肾上腺素 达到了致死量 对 肾上腺素达到 达到致死量了 然后你你你发现 你心跳还50多 50往40这样的 对工业零点式 对这个时候对工业零点式 而且其实后面还有个影响 这个东西它会传导 就现在是德国不行了 周边的你比如说斯洛伐克波兰 这些国家 它其实是给德国做产业配套的 可能再过三到四个月 这些给德国做产业配套的国家 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那个法国就不用讲了 对吧 你看现在西非东道层是那样了 对吧 前段时间不是说泥子尔卖给法国的 那个优矿是人家直接给 路到市场价了 那法国就不用想了 对吧 法国现在没有什么有竞争力的企业 ZW大佬来 你来锐评一下这个 我们强大的欧元取经济 这个我就真的不太好认评 因为它中间隔的隔的有点太远了 我最多只能就是从那个欧洲那些政府 他又要多花一些钱来给以色列 进行那个物资援助 这一方面来得到一个结论 那就是他们的这个政府的财政支出 肯定又会更高一点 但是别的嘛 我真的分析不出来个什么 欧元区他 哎呦我去 有一个说听知乎说欧元还硬着 这个你要那个知乎现在是个很神奇的平台 就是但是欧元区绝对不硬 这个我们实时求是讲欧元区绝对不硬 如果欧元区有那么硬的话 你你要想一个事情 为什么那么多欧洲的企业会跑到塞里斯来投资建厂 对吧 都恨不得总裁 欧元的话 欧元的话可能可能这个以色列这边搞完了以后 呃油价油价涨一波可能会给欧元带来一些压力 但是其他的我分析不太出来 因为他并不是直接发生在欧洲的事情 还要是影响也是比较见解的影响 对比较见解的影响 其实对欧洲最大的一个影响是 其实还是国际油价跟气价的这个波动 我这么给大家讲就是这个波动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单方面的 比如说油价上涨了会伤害经济 其实油价下跌了 就是短时间内油价期价的下跌 他其实对于企业来讲也是很难受的 因为什么呢 企业他在做成本和核算供应商选择生产计划的时候 他总有一个锚定线 就是他总要固定未来一段时间的价格 你短时间内这种大幅度的上涨跟下跌 他其实会扰乱企业整体的生产计划的 你比如说最近气价低了 你决定新开了化工厂 结果因为你这个国家跟你跟制裁了俄罗斯 你很难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 今儿一下价格升了 大一下 企业开不下去 比如说化工厂扛几个月扛不下去 大一下关门了 本来你关门没几天 气价大一下就落下来了 但是你生产设施已经报废了 这个东西其实对企业来说 伤害也是蛮大的 而且比如说你现在你觉得他未来能涨 你储存了大量的天然气 或者你预定了大量的天然气跟石油 结果过两个月 大一个暴跌 你也完蛋 所以就说这个价格的波动 尤其这种短时间内 要扶着上涨波动 非常非常伤害经济 这也是就大家能理解 为什么赛里斯跟一些能源国谈判的时候 就是一直强调要签长期协议 长期协议 因为什么呢 这样他对于就是国内 因为赛里斯这些国内的共油共气企业 大部分都是国有的 这样国有的这些企业 才能给企业提供一个稳定的供货协议 这样企业才敢稳定的去生存 我念下SC 感谢天喉白胡子的SC 刚刚算了一下 乍平370公里 需要100万吨以上的炸药 对这个炸药量确实挺大的 我觉得以色列加欧盟加美国 现在的化工厂 弄不出这么多炸药来 对确实你这个算的非常好 对吧 也甚至为我们直播间科普了一下 对那个生产线 你一旦就是为什么 说这个价格波动 这个巴以冲突 这一轮冲突之后 这个GASA上涨 其实对欧洲伤害非常的 就是因为这个 你企业停工 一停工 由于价格过高一停工 你再去猜 你要不要成本 要不要重新招人 或者说因为 过段时间价格又暴跌了 你要不要关 你怎么核算这个东西 问题非常大 现在能给这些大企业 就是说说 就是这些消耗 能源消耗大户 稳定提供资源的 有哪几个国家呢 一个是俄 对吧 一个是伊朗 一个是海湾部的王爷国 对吧 然后你看看现在 你欧跟你美 跟这些国家是什么关系 哇 那关系真的不要太好 不凌晨的那个什么 新中东政策 杀意和解 对吧 一波直接给他逮没了 感谢北YYF的SC 欧元旗挺好的 我可以开心的给巴斯福 先振达罗斯 罗斯 塞诺 飞头简历 然后在上海 苏州上班了 确实 今年认到塞里斯的花工厂 确实非常多 巴斯福在这边扩招 过得挺多的 有一个大部分 除了咱们 还有啥能源 消耗大户吗 有呀 很多呀 比如说 欧元区 比如说 那个 美帝 对吧 然而呢 对吧 然而现在欧元区处在一个萎缩的状态 而且那个 这么说 其实我个人觉得 沙一和解 就前段时间大家讨论那个沙一和解这个事情 其实为什么说塞里斯比较适合调停 因为塞里斯是现在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明面上他是没有 怎么说呢 就是对于两方有了什么 就是没有军事基地在这两个中处方 但是实际上他是可以用自己的一个 就是付出基建的能力 第二个是购买能源的这个量来作为一个 怎么说呢 嗯 红码吧 来促进双方的和谈 因为在短期内来看 就是未来欧洲工业萎缩 美国 美国那个工业 大家懂的都懂吗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能源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 是共过于求的 共过于求的 在这个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买方市场 但是呢 由于俄乌冲突 对吧 由于现在这一头 他在市场上造成了一个井 怎么说 井短缺 然后沙特又要跟俄罗斯去搞 这个减产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 就给了这些石油生产国 大量的溢价筹码 啊 有一个说千万不要调停 让他们继续打 其实沙伊和解对塞里斯的 嗯 我个人观点是对塞里斯的 嗯 利大利大于弊 其实这么说石油作为能源还是蛮浪费的 石油真的是化工很重要的一个原料 单纯作为能源 真的有点蛮浪费的 呃 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或者说有什么 也那个观点 可以分享一下 啊 有个弹幕说这两天 以色列用了两千多冬 是指两千多冬炸药吗 哇 可以啊 用两千多冬炸药去来炸平民 这个 呃 这个确实很抽象 我看不懂 呃 有一个弹幕说 直魔无悔 说大佬 珍珠党真的卖过叶子吗 你刷这个弹幕刷了很久了 猫拉大佬 你你知道吗 这个我真不知道 珍珠党卖过叶子吗 这个我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卖叶子 也不是什么大罪过吧 尤其你欧美现在都可以合法的卖叶子 对吧 对吧 你干问什么 我刚才在那边洗碗 他刚刚说珍珠党卖过叶子 卖过叶子吗 哦 卖过 他他这样的 就呃 他们专门给以色列卖白粉 就而且不是之前还用那个 就骗过一个 呃 骗过一个那个 以色列的军官 而且是还让他怎么 先先去 先去哪 反正就飞了好几个地方 然后最后再飞到那个 就是说的 中东的哪个国家 有点忘了 最后把那人抓了 就把那人给扣了 扣了之后拿这个人去换 交换人质 是一个 我之前 之前不是看那个 哦对 坦能爆姆 那人叫坦能爆姆 对 那个特别经典 你们可以去那个 红色幻想箱 他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他那里面有那个文章 详细的介绍这件事情 天上天不是还报 乙军是所有军队里面 这个磕要磕的最多的之一吗 可以 应该不是之一 是第一 啊 第一也是什么 就你看 现在列 怎么列 列强无不怀念我大秦 纷纷成为大明 然后和大秦 那那您看 那您看就是 郑主党那些人 他这个给 给给乙军卖白粉 然后那个乙军卖白粉的钱 又是从他们刀卖军火来的 这些军火最终又流到了 郑主党手里 也就是说 这是否构成了某种 某种逻辑上的闭环 行 可以可以 对 就看 郑主党又有装备 又有钱 然后 以色列人获得了白粉 对 对 以色列人获得了快乐 对 郑主党获得了枪跟钱 以色列人获得了快乐 这是双赢 不是 我这么跟大家说 就是在现在 还搞全民兵意志 真的很抽象 真的 这东西就成了 以色列的祖宗之法 不可变了 就很非常非常抽象 因为什么呢 就是 如果你的整个国家是 长期处于战争状态 你搞全民兵意志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就什么叫做 长期处于战争状态 就是你不停的要跟外界 而且你面对的军事压力 非常大 对吧 就是你整个国家 短期内存在的 就是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打仗 你搞这个全民兵意志 我能理解 对吧 谁都有个困难日子 谁都有个困难时候 对吧 但是你现在 以色列 你是处在那种 长期处在那种 灭国际战争的时候吗 没有 对吧 你自己还要发展经济 还要把自己 伪装成一个发达国家 对吧 你还要搞点什么 加工业 搞点什么手工业 搞点什么科技业 对吧 然后你还要去搞 这个全民兵意志 你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第一 没有了战争 对吧 你搞全民兵意志 就是大量的年轻人的时光 就被耗费在 这个军队里边了 而且是什么呢 他们不打仗 你想想 这帮年轻人 不用打仗 但是待在军队里面 你觉得对军队事情呢 是好呢 还是坏呢 而且绝大部分人 是干两年就跑了 对吧 你觉得是好呢 还是坏呢 对于这个军队的士气 第二 你对吧 又搞宣传天兵那头啊 我们天兵天下无敌 又不敢承担伤亡 又不敢去 怂怂的对吧 对士兵挥鞭子 有人说韩国人 韩国起码敢对士兵挥鞭子 对吧 你以色列敢 对吧 那你想想 就出现什么 那军队里面就全是混日子了 然后呢 你再让这些 比较精锐一点的部队 你不去跟珍珠港 珍珠港搞对抗 你也不去跟哈马斯搞摩擦 你去干什么 你去到西岸 去推老百姓的平房去了 哎哟 这士气 那能高了才有鬼了 你想想 在这种情况下 就在这种情 那个环境下 有多少军人 会安安心心的搞训练 有多少军人 会安安心心的准备的 啊 为国家战斗 为国家牺牲 更重要的是 您给的钱也不多呀 你给不了钱也就算了 你你连荣誉跟荣誉都给不了 待遇跟荣誉 你好歹得给一样吧 你都给不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天天欺负欺负老乡 炸老乡平房了呗 对吧 对啊 一个月六百块钱 你拼什么命呢 而且最凑蛋的是 以色列全他妈是润人 真的全他妈是润人 那一个国家恨得 就是上升经济全是润人 那你觉得你 哥你你不摆吗 我 我这么说 我要是在以色列当中 我也摆 对吧 关于这个类似的状况 请看东南某岛 我这么说 我甚至现在觉得 以色列可能是 这个状况 真不如东南某岛 这个话可能有点过分 因为什么呢 东南某岛来说 那个相对给的士兵的工资 待遇还不错 对吧 总比 对吧 一个月工资 两百平可乐强 对吧 对吧 这个 反正你 你指望这种兵 去保持一个士气 给你卖命 我觉得呢 真的是异想天开了 反正我是不理解 我只能说我不理解 然后现在 对吧 但是你 你把你的敌人 搞成什么样了 你把你的敌人 搞成了一种 就是不反抗 就会死 就是西岸我不太了解 不过 加沙的新闻 我关注过一些 加沙现在就处在一个 就不反抗 就是死 反正就是 烂兵一条了 我给过一个 很精辟的概括 加沙人民 已经连活着都不怕 对 就是活着都不怕了 还怕死了 就到这种程度了 你想想 对吧 刚才你那个解说 有一点点问题 我再补充一下 持续的战争状态 就想反倒是志愿兵 甚至是士兵制 就是种姓兵的 这个相对的综合成本 和性价比会比较高 性价比会高一些 但是这是 义务兵制 是什么状态 HV大佬 我这边又听不到你说话了 动员制度和义务兵 义务兵制 这义务兵制和义务兵 这个东西算是 怎么说呢 比较成熟的义务兵和征兵制 你可以认为 法国人搞出来的 就法国人日常搞出 先进军事制度和先进军事装备 然后被这样的制度和装备殴打 这个 然后就虽然大家一提什么动员 什么好像都是德国人效率高 德国比较著名 但这个确实是法国人先搞出来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需要一个非常的 非常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 需要让大量的人口 以及相当一部分的社会运作 进行平战转换 这样搞出来的义务兵 但是我们刚刚之前 在红化的直播中 我们谈过义务兵一个先天 天生的矛盾 就是 你不可能给这些人待遇 就你不可能 就又要他们卖命 又不可能给他们待遇 这个事情就 这个事情就很尴尬 对 很矛盾 很矛盾 那么就是 没有待遇怎么办 没有待遇就只能用荣誉给补协 没有待遇就只能用荣誉给补协 然而我们就知道 人类社会的一项普遍的规则和道理 叫做 只要有补协就一定会骗 说白了就是 你如果想维持一个义务兵力制度的话 一定会给军人极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 前提是正常的国家 不是脑瘫国家 不是脑瘫政权 就是一个正常政权的话 如果想维持一个有效运作的义务兵力制度 必须给军人极高的荣誉 它地位和待遇高不了 可能还要被抽鞭子 但是军队和军人的形象不能低 待遇不能低 然后就一定会被用来骗 就说白了就是 去军队当当兵来获得一个比较 或者说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出身 然后就会出现 就是自然就会军队会被怎么讲 喂 喂大佬有点清晰 那我来念个网友的乐子 就是不是最近以色列驻华使馆的微博 一直在那招强度宣传吗 有一个老哥发的 圈了一下 at了一下以色列驻华使馆 写的 以色列需要建国的自古以来 证据源自上帝耶和华 鉴于耶和华至今失联 耶稣又死在耶路撒冷 我国南京博物馆可以提供耶和华的其他子女的遗嘱 是他的赤子洪秀全的天朝田母制度 这个太地狱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了这个 我刚才地狱了 那个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 你比特列出华使馆在微博上高强度宣传 但是不敢开评论 就有很多人都at了 说你们把这个评论去看一下 让我们挑战一下对你们的同情 但是不敢开 对洪秀全的龙袍确实在英国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无敌 这个去怼那帮亚伯拉汉 就什么犹太人和那个 就怼不了那个 怼不了伊斯兰教 因为伊斯兰教是不承认旧约和新约的 他们的说法 就他们的说法旧约和新约是被恶魔篡改过的 就那两本 你现在拿到的这两本书都是假的 是维经 然后古兰经才是真经 但是你反正对犹太人和基督教 你都可以拿洪秀全怼的 对就你们你们你们信的那个 对你找不到啊 对你大儿子被杀了 然后所以上帝又又又派生了个二儿子 对对就是二儿子在这儿 对吧 那个死子记胸中地记 对吧 这个东西全世界都一样 太对了 我只能说这个这个评论太对了 味道太对了 还有一个评论吗 说这个以色列人 有以色列人说根据圣经还是什么旧约 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啊 自古以来就是以色列的领土 然后有人说那根据 那根据我们中国历史 月球也是我们的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 总之 就总是这样的比较没品的嘲讽了 反正挺有意思 没品嘲讽但是这么说 我觉得哈马斯这波别的不用说 奔以色列就是在未来四到五年内奔以色列 仅仅这一波真足够了 真的 就是 嗯 就就就就就说嘲讽和解释权这种东西 都是建立在你军事实力上的 你你真的把就说白了 当年要是奥斯曼就如果没有南美洲 然后奥斯曼把整个欧洲绝了 你基督教根本就不存在了 那以后也是这样 那你哈马斯把以色列给绝了 那说明首先你的复国主义这套就就屁都不是 然后欧洲崩了 那那你新教那套就屁都不是 垃圾 就什么还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呢 我们搞个什么 然后以后就只有什么儒家伦语和什么工业发展 有个有个弹幕说以色列可别经济了 哎我这么跟你讲 以色列政府是一个呃是一个完全依靠 就是也不是完全依靠 是严重依赖美元跟负债运行的政府 以色列最近几十年的从1980年到现在 其实它的一个经济增长是 其实还是蛮依赖它控制区内相对稳定的治安环境的 它之所以能搞一些就是科创型企业 包括搞一些就是工业加工业 其实非常依赖它的这个内部的稳定 就是治安环境的稳定的 这一波哈马斯的打击其实远比06年 那个严重也在这一点 它是直接能把就是外界投资 对于以色列这个安全信心一波能直接给它封了 而且是什么呢 一旦这些工厂企业克制之后 以色列政府的财政绝对会出大问题 绝对绝对会出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美元可能拜登或者说是美国政府未来给不了多少钱 因为美国政府现在负载率也特别高 你你指望就是现在其实很多以色列媒体我也看了一圈 上波前我也看了一圈 其实还指望欧洲 但是欧洲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刚刚也聊了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哈马斯这一波其实对以色列伤害非常大 他真的是能把以色列这个就是未来四到五年的这个经济稳定 经济局直接给他打凑了 对他是一个联合的 关键他们的经济本来就已经够完蛋了 你这么再来一波真的是趁你病要一命了 对啊 我给大家念一段 我听论区里面有个神人 东市买背心 西市买插板 南市买弹侠 北市买子弹 但词爷娘去 目宿战区边 不闻爷娘换乳生 但闻空中火箭 明尖尖 但词战区去 目至定居点 不闻爷娘换乳生 但闻空中摩托 明啾啾 这是怎么想起来 空中摩托草 对 这个空中摩托 真的是有点太秀了 我真没想到 这个 对加入这儿 这就处处有严厉 感谢 赞川沙迪长城的SC 私信 好的你稍等一下 红秀权绝后了 按理继承权归于 干王红仁轩 前段时间有个研究天国的老师 在归亚纳 找到了红仁轩的后人 必须应 来主体 来主体 来主阵实体 对 确实 比比可以把这个 红尘圈的后代 请回 请回这个 以色列 对吧 这才是上帝的子孙 来我们看一下 天孙 这个 天降伟人可太秀了 寄权大统 天降伟人 对 明赛亚来了 你们以色列不是特别喜欢 搞血统认证这一套吗 对吧 我又觉得这个 对吧 找到子孙的这个血统还挺纯的 对吧 给弄过来 圣意 对这个确实该叫圣意了 不过有一说一 我觉得约旦 这一波给 那个给美国人 开基地 来支持以色列 确实挺堵的 这也可能是约旦 长期以来的一个操作吧 因为约旦跟以色列 勾兑的 一直勾兑的挺多的 那他也没办法呀 确实他也没办法 他应该是靠美元活的国家里边 比较 就是最依赖美元的那几个吧 北极是最大的 约旦是第一个 对他是第一个当叛徒的 对 其实我 我有一点很好奇 就是埃及现在还能压得住国内这个名义吗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埃及政府 适合以色列和谐的 埃及民众出来 对 其实我 我之前跑到那个 推上去看过 就是埃及 我觉得 从那个情绪的表达上 我感觉埃及人对于以色列这个仇恨 不比约旦斯坦人轻多少 就是你 你随便点进去几个 埃及的博主 那真的就是对以色列各种 对吧 总是问候 最美好的祝福 就 就之前我们在红换直播间聊过嘛 那个 以伊朗 把东西运进加沙 两条线路都要走埃及过 比如说你 你都 怎么说呢 你政府就算想管 你下面的人不想管 你也管不了 就是下面的都是勾兑的 是吧 就下面的人 不想管 就他不想管 那就管不了 就是限关不如限管 那下面的人反应情绪激烈 那总能想办法给加沙运东西 埃及如果真的能栽好多 我觉得如果哈马仕这波把以色列冲 就冲的比较严重的话 埃及说不定会转变态度的 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好像美国人给埃及的钱好像没到位 埃及现在国内 没有他是这样的 就我个人觉得 虽然我觉得概率比较小 但是也不能排除 因为首先埃及现在经济已经很崩了 就真的很崩 然后他 他需要这个机会来洗刷他在历史上的污名 才能在未来有一个 就才能有未来 都不说什么好的未来 才能有未来 要不然就等着那个大饼发不动 然后爆炸吧 就我个人觉得 就他可能会在以色列真的要不行了 就比如说 珍珠党和叙利亚都出动了的情况下 那埃及可能会去喝口汤 就他肯定成不了什么摘桃子 肯定说不上 他实力太弱了 但是你说他宣布出兵去揍 反正你揍一个城市算一个城市 这种我觉得概率应该还是有概率的 就到时候以后说起来就是 消灭复国主义尸体的战争 我参与过 那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也有我一会功劳 对吧 那说到这个我就很好奇 叙利亚是怎么办的 叙利亚有什么想法 叙利亚现在不是趁着这个时间段 就是往北冲的吗 我看就是 叙利亚就就收复格兰高地啊 对叙利亚肯定是要想办法 就是拿回格兰高地的 但是我看叙利亚最近不是他们动向是 看以色列无暇顾忌 北边那几个根几个的时候 他叙利亚现在就在往北冲吗 然后富尔齐跟美国不是在那个 叙利亚北部打起来了吗 就是扎了个无人鸡 以色列这个说实话得罪的人确实有点多 格兰高地某种程度上 我现在觉得成了以色列人一个包袱 他总是想用军事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然后他力量又不足以解决问题 他又不是拿破仑 这是拿破仑把周围他妈全部打成打成以色列了 你要说整个西那个整个里凡特新约沃土 都他妈是以色列人那还差不多 问题你做不到呀 有一个单目问关键美国航母赶上吗 我这么跟你讲绝对不赶上 这个我很确定美国航母绝对不赶上 他肯定不赶上 你想你面对的两个是什么 一个哈马斯一个珍珠党 这两人哈马斯不确定 珍珠党是确定有反舰导弹的 然后这两个组织跟你美国一点联系都没有 你怎么制裁他们两个 你真的要派兵吗 你连乌克兰都不派兵 你这两个要派兵 然后那这两个真的把你那个航母给打了 那那怎么办呀 你这这全球帝国还要不要了 脸还要不要了 美元还要不要了 就你过去那个珍珠党真敢给你打了 而且打了之后他绝不所谓 就我你能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问题就是你你美国的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珍珠党敢敢跟美国极限一换一 美国敢对吧 你你这么想 就是他是全球帝国 尖兵在阿富汗丢脸已经丢的够严重了 你这珍珠党和美国不是极限一换一 珍珠党和美国是极限一换246 那次没有一换 那次是穆格尼爷把车开进去了跑了 就穆格尼爷的KD是就纯的246 穆格尼爷就不还是被暗杀了吗 那也不是美国人杀的呀 对呢 但是就美国美国只使火同以色也是暗杀的 对吧 就我们多多少少能把这个算在 就算在美以阵营的这个这个战绩上 哇 你会跟他们问这个时候美国人会不会在阿拉伯世界火上浇油 阿拉伯世界现在都成啥样了 还需要你这把油 我又看到一个很很很牛逼的评论区啊 就是大家总会就是想到聊到战争 总会想到一款游戏叫做战争游戏红龙对不对 然后里面有一个DLC阵营就是以色列 然后以色列他的有一个特色兵种 就是他的五分民兵就是分数最低的民兵十人一十人一个大班 然后坐的车是那种伴侣带车还是还是啥来着 还是来个M113啊我不太记得了 然后然后他的特色是什么 他的特色就是这个民兵他是由一个女性来配音的 其他这个游戏里面其他所有的阵营所有的单位 他都是男性配音 所以他成了一个继承为以色列的特色兵种 然后这个民兵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训练程度是最低的 基本上只能当炮灰去吃伤害 他打不出伤害来 然后然后他的这个 就是他是按卡组来出兵的嘛 他一个卡组的民兵能出三十多组 他是就是民兵 民兵他是那个一个一个卡槽 他能带的他能出的单位是最多的 然后然后因此呢民兵这种单位 他一般就拿去吃伤害 然后拿去肉针就是肉身侦查 就把那个民兵派到哪个地方去 他要是民兵要是被打了 对面就会暴露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玩法 然后 然后然后因为就是玩这个游戏的玩家 他对于民兵的使用态度就是纯粹的是当垃圾到处撒的嘛 所以说任何有民兵的阵营呢都会被红龙玩家笑称一句啊 某某国家众所周知某某国家是人口大国 对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曹县曹县在那个游戏里面他的那个民兵还比较特别 别人的民兵都是五块钱能够买十个人 曹县是五块钱能买十五个 然后大家就开玩笑说 众所周知曹县是一个人口大国 然后以色列这个DLC阵营出了以后呢 他也有民兵 然后大家用以色列的民兵的时候也用的特别的很 就完全不顾伤亡的那种 然后大家也就开嘲讽说 众所周知 以色列是一个人口大国 然而结合现在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 就是比比不是宣布动员三十加五万总共三十五万人嘛 然后还说要冲袈裟嘛 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啊 或许很快就能看到红龙的玩法成真 那要是众所周知 以色列是一个人口大国 说到红龙 红龙里面以色列那几个特种部队 都都被哈马斯当成主宰 那什么伊格兹就坚果嘛 然后还什么那个猪鹿 马格兰 马格兰对 然后翠鸟叫什么 西尔格达还是达格 反正那玩意儿 就这三个都被哈马斯打了 反正翠鸟反正说是被打死一半了 然后那个马格兰是已经被打死两个高级军官了 不知道士兵死了多少 然后坚果目前还没看到 不过应该反正就 这些所谓的特战都被哈马斯按在地上杀 我说就那个什么 他们做的那种所谓的高清高级那种车嘛 也不是清高级他妈就是没有门没有门的汉马在路上开 然后边上那个草丛跟哈马斯直接对着车一锁子 然后里面的人全报销 我只能说那个这回哈马斯打以色列真的就是我之前就是因为一直听红烦节目 所以我我对这个以色列天兵的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去魅国的 但是我们就没想到他们能被杀成这样 没有不是戴胜鸟就是翠鸟那个是特种部队的名字 是以色列空军下面的特种部队 然后他反正说是他自己说的是不是打死一半了 不过那个编制很小就两三百人 就反正打死一百多个嘛 但你想这种所谓的精锐部队直接给打死一半了 反正最后你会发现你们这些什么什么以色列特战队都都不如那个天上去摩托的 都不如哈马斯天兵 人家真天兵了 而且就是以色列那个战报很奇怪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军官死的比例有点高 感觉哈马斯是冲着军官团去的是吧 他他这个爆发就很大群你知道吗 大群打仗报伤亡也是只报军官 是没有不报士兵伤啊 就就一仗只死了几个人 这个我我个人觉得那个就我目前个人觉得个人猜啊 我觉得以色列最少死了两千多了 就战斗人员最少最少两千多了 因为他这个你按这个比例算他都不太对 对吧 反正他慢慢不报呗 而且好多地方他都没收回来 他也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人 好多好多尸体都被那个加沙老农抢回去玩了 对没说就是零卡对吧 不知道就是没有 就第一天就有那个士兵尸体被拖拖回去 那个就放在那街上拿给拿给加沙人踢着玩 说真的这个比比说动员35万 30万他只怕连衣服都发不起吧 他就算现在动员的现在说是动员了五六万了 但这五六万他有那么的装备给他配吗 那不会是里面绝大部分都要靠11路公交车来作战吧 以及这些人动员出来他这个动员的质量 那除了拿去吃伤害拿去填线也没有没有任何用处啊 那毕竟是临时动员起来的 你说他们这个重武器会玩吧 不会配合就是那个小队配合打CQB吗 也不会 说他们有车嘛 就比如说给他们台M113或者什么别的 他们会开吗 也不会 那什么机械化步兵怎么打仗 更不会 他们这些人就真的就除了两条腿 两条腿一杆烧火柜还剩下啥了 啥都干不了啊 动员这些人有什么用啊 那个经典受销的ATA 他说什么 虽然我发不起但是我动员了呀 你哈马斯才几个人 拿人海烟都给淹死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玩过战锤全战没有 你编20对奴隶鼠 然后去打一对合司健胜 你可以去看一下结果 那个我这么跟大家说 他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个 他看跟俄乌战场有一点不同是什么呢 俄乌战场他的战线拉的非常就长 然后他的那个战争就是该这个该怎么说呢 就是你战线拉的长 其实你人员还是蛮分散的 这种情况下 如果比如说双方发生什么 就是你即使填线的话 其实伤亡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就是你填线你还是有这种存活可能的 但是你想想在以色列 就是巴勒斯坦地区这么大一块地儿 然后你在你的正面战场那么集中的情况下 你动员三十多万人 我只能说就是 就是没事给自己加伤亡的 对吧 那我们是否可以某种程度上 看见濒临城下的这种 那个苏军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觉得会有 最想到了这个是吧 对我我其实刚刚也想说这个 就有有这个呢 绝对会有这个画面 那也太低语了 那就是真的众所周知 以色列是个人口大 对以色列是个人口大 而且我跟大家这么讲 就是这么大规模的 就是忽然的人员被动员起来 他的后勤体系跟运输体系绝对会烂 他不是说被就是怎么说呢 他的效率会降低 而是说他绝对会烂 就是可能马上就会出现前线 没有吃的没有枪的状态 都都多少年没有这么动员过了 对都多少年没有这么动员 大家要想一件事 乌克兰动员也 乌克兰动员几十万人 也是一步一步分阶段动员的呀 也是在跟就是 而且而且人家也是好歹 后面选了三个星期 四个星期才送上去的呢 对而且你要这么想 人家就是从14年开始 就有慢慢有这么一套 从小的动员体系 小的征兵体系到后面这套大 人家也是折腾了好几年 才赶在开战之后搞动员 而且人家动员也动员了时间 好几轮好久了 也不像你以色列 直接一波三十六万之间全压上 他说什么建立封锁线 然后炮兵炸 那炮请问你炮弹 是把人给做成炮弹打进去吗 对啊你炮弹哪来的呀 对就把犹太人做成 提炼成肥皂是吧 用肥皂再怎么做成炸药的 你可以的 他难道是想把这三十六万人 全都一股脑扔到袈裟去吗 没有他说的是封锁 然后用炮炸 就你拿犹太人提炼干油 然后做炸药是吧 那他养了这三十多万干啥呢 而且你要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俄乌战争之后 以色列不是送给乌克兰人 三十万炮弹 三十万发炮弹吗 现在以色列这 弹油库存里面 有多少万发炮弹 这事可能只有现在只有比比知道了 而且剩下这些炮弹 有没有哪些缺钱的基层管理人员 倒卖倒卖 你也不知道 对吧 有人说约旦河西安要人 以色列也怕国内治安 你这三十万人这么在那自己 集中到一些地方 然后发不起装备 发不起食品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一个会影响你 内部治安的事情呀 你要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这三十万人 他不是机器 就是你让他们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不给他东西吃 他就坐在那 就安心等死呀 你把他动员了 他又不可能回家 什么还回家做饭自己吃 对 动员了 他就在那要在那待命的呀 待命你就要给他发吃的呀 对 就他什么都不干 他都要在那发吃的 哎呦 说到这个 我就想到我今天看央视的 那个巴以的那些解析 还当然了 出场的还是那些常见的人 我看着他们觉得你们这分析的是个锤子 你们只看英语信源的 大可歇歇了 你们预测有哪一次预测准了的 我觉得还不如 请这个抵抗知乎 抵抗家园的那几位去讲讲 他们就说什么 以色列动员三十万人 就再配合上高贵的精确制导空军 定可以将加沙 离停扫穴 当停整个哈马斯 我寻思 我寻思这个城市里面 马里乌布尔地道站 是愣是没给你们整明白 是吧 还说什么 还说什么 这个乙军可以对这个加沙城内进行 这个什么分割包围 划分片区 什么一点一点推进 逐步清扫完整个加沙 我听着我就非常迷糊 那我只能说 可能以色列之前之所以不这么干 就是人还蛮好的 就是怎么说呢 以色列确实 他们的行动计划确实是这么搞的 但问题就在于 就第一步你都执行不了 对啊 就你的计划很好 但是第一步都执行不了 对就是以色列 有这个计划 之前不实施 是因为以色列人太好 人还挂好之类对吧 而且就是 我其实刚刚忽然想到了一个 很抽象的问题 就是 他这30万人是怎么去前线 或者说其间在哪呢 因为现在毕竟 拉马斯跟那个 真正党手里面 可是有一堆这种 对吧 导弹的呀 对啊 我其实也在想这事情 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要集结的话 那不就等着吃那个 法塔赫 法塔赫系列的导弹 不是吧 对 那就 就 你就怎么说 你这帮人 对不对 他之前是 是广义上的平民 但你现在已经响应动员了 你们就已经是军人了 那军人被导弹炸死 也很合理吧 总不能坐 真的 弹幕说 总不能坐公交车去 太抽象了吧 你公交车一坐 你没导弹 你脸上的直接 全爆炸了 我觉得现在 比比要么就是慌了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慌了 或者说他整个 整个角色成被某 某种情绪绑架了 导致他不得不这么做 就是他这个动员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情绪的表态 就是相当于是对国内政治 就是各方政治势力 包括对国内的民众的一个表态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一旦你出了这个表态 你就必须实际上按这个柱 因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做 大家会更会指责你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属于一个骑虎难下的状态 我觉得但凡稍微 有点物流学经验的人 有点军事经验的人 都不会忍出这么一个 三十万的动员计划 非常抽象 真的非常抽象 动员兵享受国际法保护吗 享受啊 因为你是军人 但你保护是说 那个你放弃作战了 你作为战俘 就要得到国际法保护 但是你你给那集结 你还在那集结 你直接被炸死了 保护给批油了 只能说保护你的尸体了 到时候 对吧 你家人来认你尸体 说不定帮你找找 这个确实有点这种 怒而心尸的味道 不过也是好事 什么好事呢 就是 以色列这三十万人赚下去 我敢百分百保证 绝对会跟美国人 狮子大张口的 就是不管是装备 食物还是钱 绝对会跟美国人 狮子大张口的 到时候对吧 我们就乐子看了 美国还能给多少 你就能看出帝国还有多少实力来 是不是还在还在美国 是不是还没确定给多少钱 拜登直接来了个一千亿 国会直接炸了 共和党都受不了 一千亿梦里 共和党都受不了 你想想 以色列院外游说游说集团 基本上是共和党的清爹 但是出院 拜登这个一千亿一出 共和党都受不了 就是太恐怖了 这个数字一说 拜登当时不是喊了一句 就是袭击以色列 就是袭击美国 整个一千亿 对千亿补贴 然后共和党一员都受不了 在那发飙呢 没有 弹幕说不是钱的问题 是弹药的问题 不过我只是想单纯的讨论 他打算给多少钱 我知道他给多少钱 都没有什么批用 就他他要说给给五十万亿 我觉得也没有用 对 而且大家想 如果美国弹药多的话 他至于从以色列掉弹药 去支持乌克兰吗 而且以色列给到乌克兰的弹药 你现在总不能从乌克兰再运回来 你只能说还没有送到乌克兰之前 你从波兰运回来 这个还合理 但你总不能从那个哪运回来吧 那也太出现了 确实千亿补贴败多多 但我觉得这次应该可以让大家明白 其实乌克兰很强 对 真的 我觉得这次如果搞完之后 大家可能可以明白 其实乌克兰人很强 对 就是大家要明白 对吧 俄罗斯人也很强 反正就是我之前发的那个动态 说那句话 嘲笑毛 对吧 嘲笑毛子 自以毛子 理解毛子 不如毛子 真的 众议院议长还没选出来 这个挺抽象的 我这么跟大家讲 就是 这个事儿是 美国众议院议长这个事儿 我简单说两句 咱们就下波波 我这边时间也不早准备税了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它是个什么情况 众议院议长 这个被 麦卡锡被干掉 其实是 基本上是美国政治彻底计划的一个标志 它象征着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 已经特地决裂了 在之前的双方多多少少 可能在一些议题上 或者就尤其关于国内的议题上 有一些合作 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这个事儿是民主党把共和党给耍了 那把共和党内的建制派给耍了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是 董王跟共和党建制派彻底撕破脸了 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说 董王明年大选基本上是凉了 这个事儿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前因 前因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拜登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有一个预算 预算案 美国政府的预算案 然后双方就在这扯皮 然后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协议 然后支持董王的极端派 是疯狂的反对这个协议 其实如果你去看这个极端派反对的理由 是非常无厘头的 就反正就老一套 就是什么乌克兰呀 包括就是新能源企业的一些补贴呀 包括一些资金方面的分配 其实是非常无厘头的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就是麦卡锡跟民主党拿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说我们建制派答应 把你们这个就是给过了 我们共和党建制派答应你们民主党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过了 但是呢 后面因为根据麦卡锡跟董王的那个极端支持者 之前答应过 就是签过一个协议 就是如果双方有分歧的话 这个极端的董王的极端派 我们简称为极端派 是可以提推 就是提那个传和麦卡锡的这个动议的 但是呢 就是当时麦卡锡说 他们肯定要反对我 那我既然帮你们过了这个预算案 那你们也要帮我过了这一波传和的动议 当时民主党的建制派是答应了共和党的建制派 说我们帮你过 结果出现了一个什么状况呢 就是共和党内的激进派急以罢免麦卡锡 结果民主党集体投了战成 相当于是什么呢 民主党把共和党的建制派给耍了 耍了之后麦卡锡下台 这件事引发了直接两个后果 就是以后谁要是帮对方躺下过议案 谁就是傻逼 这个影响是非常坏的 因为什么呢 他彻底分死了美国两党为国家议题 哪怕是短暂团结的任何空间 已经以后是不存在任何空间了 之前还有一点点 之前有一点空间 但是被共和党已经压缩的很低了 但是呢 这波民主党给他彻底分死了 以后再也不可能有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董王跟建制派彻底撕破脸了 因为什么呢 按照美国政治传统 你不管闹到最后闹成什么样 政府这个预算案总是要过的 因为什么呢 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闹主要是为了争取一点点这个利益 因为 但是呢 最终要过的 因为什么呢 未来有可能我要指振 对吧 双方是都做一些妥协让步的 然而在共和党建制派做出了相对妥协之后 也为共和党争取了一些权利之后 共和党的董王 就是董王团体的激进派 有点怎么说就是 为了反对而反对 直接把麦卡锡给干掉了 直接联合民主党把麦卡锡就给干掉了 这是一个非常坏的影响 这就代表了什么呢 就是董王为了个人利益 因为他一直看麦卡锡不顺眼 董王为了个人利益 涉及的就是要共和党内反对 他的人给保死 这个对于董王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坏 因为什么呢 大家要知道董王是一个非常非常缺钱的人 非常缺钱 董王的企业快要破产了 或者说其实已经进入事实上的破产阶段 包括董王在2016年大选 其实包括他竞选之后 其实竞选之后背负了两个债务 他最近这些年一直是通过家族 包括他美国总统这个位置 想办法给自己的家族生意去输血 但是如果明年 如果董王想接着选的话 他拿不出这么多现钱 现在以美国通货膨胀这个情况来说 搞一场选举 最少最少5到6个亿 最少最少5到6个亿 董王拿不出这么多现钱 共和党的建制派 其实虽然在16年建制派帮到他的不多 但是其实共和党当时的建制派 帮他解决了 就是在他初选胜利之后 其实帮他解决了将近3亿到4亿 其实占他整个竞选经费 60%到80%的资金 所以在后来董王当总统之后 他的内阁里面会有那么多建制派 安插的人 但是董王这一波跟建制派撕破脸之后 董王在明年竞选 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钱搞竞选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竞选总统底下是需要社团的 这些社团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共和党给董王支持的 这一波他背叛建制派 明年给他搞竞选动员的这些社团 很可能不会支持他 单单的依靠那些乡下比较穷的狂热的支持者 干不了什么事情 美国毕竟是一个三亿人的国家 几万个几十万个狂热支持者 干不了什么事情 最终还是需要组织 还是需要社团 董王背后的金主呢 你问的太好了 董王背后的金主被董王四年执政干跑了一大段 董王跟塞里斯贸易战 受伤最大的其实就他那几个大金主 董王明年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没有钱 第二没有人 他拿什么狗竞选就很难说了 感谢普阿斯顿开通的建长 谢谢大佬 谢谢 谢谢建长 最大的几个金主跑了 没有社团 怎么办 对吧 怎么办 有个弹幕说马斯克是这样 马斯克有钱 但是马斯克现在跑去支持小罗伯特特尼迪了 如果你要观察得够知情 你会发现这两个人互动是非常高的 有人问搞麦卡锡没啥用啊 但问题是这样 麦卡锡得罪过董王 麦卡锡在很多事情上 重要事情上都反对了董王 但是董王现在其实某种程度上 就是为了一时的哭泣 把麦卡锡给干掉了 这个非常不明知 这个非常不明知 这一波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董王跟他的极端派在美国基本上是在美国政治这个格局里面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找不到支持者的状态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烂打街的状态 因为什么呢 他做了一个很坏的表示就是什么 只要你反对我之前不管我怎么帮你 只要你反对我我就要对你捅刀子 这个事特别坏 之前大家的玩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支持过你 你给我一定的利益 然后双方之间是有一个利益互动的会弄不意的 这回你没帮我 但是下回你得帮我 对吧 我们买买不在 请你在 但是董王这种 你只要不听我的 我就对你动刀子 非常非常坏 真的非常非常坏 这个事对于民主党有什么影响吗 对于民主党的影响就是 某种程度上 董王成了民主党 弄在共和党里边的一个毒丸 就是董王这个 董王和他背后代表的 这个政治势力的 这个小的极端团体 可以被民主党 在需要的时候挑逗出来 恶心共和党 对 那个是丹姆说的东西 其实蛮犯圈化 政治可以犯错 政治可以犯法 但是不能犯错 对 这一个也没有错 这个最后的结果 就是大家去看吧 明年董王 他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呢 你会发现 他的党内支持率非常高 我可以很负责给大家 明年绝对会出现 这个状况 董王的党内支持率非常高 但是至于能 能选上总统的概率 我现在可以给下一个很 我个人说很武断的 我个人的推测吧 这个是本直播间的一个推测 什么呢 他绝对要完蛋 因为选举本质上是一个争夺更多人计票的游戏 也敢支持者 只能给你再多的铁杆支持者 也只能给你固定的票数 你必须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 怎么根据更多的支持者 你一个人拉不了那么多票 你太需要钱跟人帮你去拉票了 在这一点上 其实民主党也面临 现在也面临一个类似的问题 但是民主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 就是民主党 虽然说现在拜登在民主党党内 玩拳是玩得非常厉害 玩拳 我这么说 拜登在党内绝对是一个拳术专家 他在民主党内玩拳术 玩得非常转 非常厉害 你虽然说大家很瞧不起这个人 但是这个你不得不承认 他能把民主党内所有反对他的势力 给按下去 但是考虑到拜登明年的这个年龄状况 拜登明年大概率 民主党会考虑把他换下去的 如果民主党不把他换下去 我个人认为民主党当中的建制派 大量的建制派 会跑去跟小罗伯特肯尼迪河流 有个弹幕 感谢普阿斯顿的SC 没想到下班刚好撞上节度史大佬直播 之前只能看录播 财力有限支持一下 谢谢 谢谢这位普阿斯顿老哥的SC 谢谢 这个时候我只能说 小心他们当年 就小心魏马德国的 小心魏马德国当初觉得可以利用纳粹党的这个后果 对 其实其实这个还是蛮蛮有可能的 我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还是蛮有可能的 就是想利用怎么说呢 纳粹搞分化 结果没想到纳粹自己冲上去了 民主党其实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他们不能把乔拜登干掉的话 他们明年就会严重的面临这个问题 那个小罗伯特肯尼迪 其实他现在有一个很尴尬的 我对这个人其实还是蛮看好的 但是他有现在有一个很尴尬的状况是什么呢 就是拜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基本上 因为他不可能去跑去共和党的 就是福克斯去上福克斯的新闻嘛 而且他这个人某种程度上说 还是跟大企业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僵的 个人绅士还是蛮清美的 所以他能上去的唯一方法 就是共和党 那个说说共和党 民主党去提名他 然后他拿基层的这种小额政治献金 然后动员民主党的基层党团 这是一条能必胜的路 但是现在就是以拜登这个权术手段 只要拜登活一天 拜登绝对不会让出这个位置 对小罗伯特肯尼迪说他要独立参选了 我前段时间也在看了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明年这个选情选成什么样 很有悬念 真的非常有悬念 但是我个人 我个人并不觉得像现在中文 很多中文互联网说 有很多人觉得说是董王毕胜 说是拜登干这么烂了 董王毕胜 我真不这么想 董王他的问题其实还蛮多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 有兴趣看的话 你会发现董王今年 他就在那些红博子州不停的走 他动就是经常跑很多红博子州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蛮反常的 首先第一大选预热 没有他这么早预热的 你来得着过段时间 大家比你忘了 给你忘了 你这么预热 没有这么预热的方法 第二是什么呢 如果了解美国大选的话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一般跑呀 都是往摇摆州 就是往那些 怎么说呢 就是有可能投民主党 或者一会儿投民主党 一会儿投共产党 往摇摆州跑 尤其那种啪的摇摆州跑 没有没有 这个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吧 就因为你毕竟现在早嘛 你早的话就先去这些地方 也没什么问题 早的话先去这个地方没什么 但其实他从中还隐藏了一个 潜在目的是什么呢 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 我觉得很多人之前都不往这个方向考虑 我给大家说 特朗普在搞钱 对 我就想说 因为他现在没钱了 对 他现在是真没钱了 所以他不得不提前开始在他的票仓那些地方去搞钱 对 提前去想办法搞钱 对 这一点上 小罗伯特肯尼迪 以特朗普的优势在哪呢 就是拜登的他的优势是什么 他的优势是 他可以很明确的掌控 整个民主党的 就是整个民主党的支援 民主党的继承组织 民主党的党团 民主党的裁所 这个是他可以 就是 嗯 掌握的 这是拜登的优势 总王的优势是他有一波死忠 你可以理解为脑残粉 就是偶像型选举嘛 小罗伯特肯尼迪的优势是什么呢 小罗伯特肯尼迪背后有两个工会 和美国 就是各个州的那些民权组织 这些人 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虽然他们没钱 但是第一他们有人 第二这帮人是真愿意为爱发电 这个是一个有可能就是对于明年美国大选来说就是造成一个巨大干扰的因素 而且小罗伯特肯尼迪他是能从民主党党团那边带出不少人的 因为如果大家了解民主党的话 就是民主党之前内部有一个叫桑德斯的人 就是一个 你可以说他是个左翼搞社会主义运动的那种人吧 就是单了就是这个是简单的描述啊 就是想搞社会主义运动的人 这个人到很多观点 小罗伯特肯尼迪是非常赞同的 他就是桑德斯之前在民主党内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流派 目前这个状况看桑德 支持桑德斯的那一派人很可能往小罗伯特肯尼迪而跑 所以明年这个选举绝对是非常有看头的 至于说你要说我看好谁 我个人现在还是倾向于小罗伯特肯尼迪 但是如果你要我客观的评价 谁的胜选概率最高 我不没法说 但是目前来看小罗伯特肯尼迪的胜选概率是最低的 但是我还是看好 可能这些人也是基于一个情感上的考虑吧 各位有什么补充的吗 有什么观点吗 可以分享一下 没有 因为最近没怎么关注美国那边 确实 最近美国这边 对吧 不过帝国日常 你知道你原来你觉得很神奇 哎呀什么政府关门 派免个议长 他都什么大新闻 现在你觉得就是帝国末期的 所有之前觉得大新闻都会成为帝国日常 对就感觉 怎么说呢 没有出意料 对没有出意料 最近我看帝国两个比较高的事 一个是车价又涨了 就是汽车生产能力又掉了 车价又涨了 现在那个 我这么跟大家说 就是22年的分田卡罗拉 得加价4000美金买 对吧 惊不惊喜 EV吧 二手车得在原 就是新车的基础上加价4000 有人说尼西黑利 哇 我觉得这一姐姐没被送到精神病院 真的是挺奇迹的 其实我一直想 就听尼西黑利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没有专门去研究过 就没有去看过他的一些事情 可以 我觉得你可以讲一讲 对可以 我们可以改天做一个尼西黑利的专题 比如说这姐姐你知道我 就是我看他心累 因为他的很多东西 真太他妈抽象了 我真 我觉得他有点是 那个怎么说呢 适合去当演员 有个说那个汽车工人工会 那个汽车工人工会罢工 他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成功 但是那些企业肯定会倒闭 但是他一定会成功 因为有一个什么原因呢 就是虽然汽车工会不愿意答应 虽然说这个UAW有一点什么 就怎么说 有点像黑帮性质 但是大家记不记得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次 UAW的主要的 就是这些工会的成员 主要分布在摇摆中 虽然他们有重要 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不重要 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 就是统战价值非常高 对 就是对吧 人家的溢价能力高 所以肯定会成功的 但是那个起 具体企业怎么执行 或者说能执行多久 那就得一两缩了 如果UAW 我这么说 UAW选的罢工实际也非常好 如果他是在拜登刚当选 那一年罢工 我告诉你没人鸟 甚至在去年罢工都没人鸟 那今年罢工这个时候就太对了 对 现在是 现在确实是一个买票的时候 燕姆公司是欧洲的 没有啊 三大车企都是美国的 三大车企都是美国 而且UAW好像我记得是福特根 通用的大股东的还是 就是因为当时福特根公用 给不了UAW钱 然后就是直接把钱转化成股份 有一个弹幕问美国华裔群体还是那样吗 我只能说更抽象了 这个我只能说更抽象了 其实这个也能理解 就是当整个社会进入下行期的时候 他这些移民 尤其这些新移民 他的内心会进入一个极度撕裂的状态 所以说就是我最近也看了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言论 我只能表示理解重正祝福 你还能说什么呢 你只能说就是有的人清醒了 但是魔阵的人比原来更魔阵 有个人问田田轩有未来 田田轩要考虑一个问题 他能活到未来 你这个未来第一次多久 现在整个其实不单单是怀疑 是美国现在就是这波新的移民群体 他其实陷入了一个 集体性的焦虑跟红照状态 真的 就是所以一些言论 你在咱们这边看起来会非常的抽象 有那个关于刚刚有个弹幕提 杨安泽 我这么跟你讲 我也为你亚裔身份感到抱歉 就是亚裔挨打了 他的第一反应是 反思为我们亚裔身份 亚裔的脸感到抱歉 那你对他还能有什么想法呢 你只能说美国人打了好呗 我只能说彭博都打了 彭博都打了 对啊 对啊 那你确实只能说美国人 哦 有个弹幕说前几天 田田轩开始卖自己和老莫的鞭子 我估计是骗钱 他这个生存状法是活不下去 他现在真正应该想办法的是 飞叶子 想办法跟老莫一起飞叶子 然后跟老莫走那些黑残 他还能活下去 如果他还是按这种 在中文互联网这种弄法的话 就是按中国这套 比较中纪守法的活法的话 他是活不下去的 那个女市长 你说的是波士顿那个女市长 无什么来办 那是个台湾那边过去的 那个是个极度反大陆的 极度反大陆 但是人家极度热爱老黑啊 对对对 那个人家非常热爱老黑 说起来波士顿来着 最近波士顿治安事件确实挺多的 就是作为一个学生城 他是一个大学城 波士顿治安事件最近挺多的 大家可想而知 美国现在这个治安恶化的程度 确实这个弹幕说的很对 田田圈他自处也在美国 就是他活得不开心的一个原因 一部分是因为他的能力 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 你不是说你如果你要是英语好 当个马龙或者做金融 你这个能力没达到要求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你道德水平太高了 你如果没有那个能力 你就把道德水平放低一点 你也能活得很开心 哦 那个弹幕提醒我了 就是那个波士顿那个女市长 叫吴什么来着 这个当时干过一个非常抽象的事 就是有一个华裔的学生 在公交车上被打了 然后他跑出来第一时间 哦 吴密 对 然后他第一时间去声援那个黑人 然而呢 翻车了 因为那个被打的那个华裔学生 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而且这个事件 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被人拍TikTok给发下来 然后完美去声援那个华裔学生 又非常搞笑 吴密 对 就是这个姐姐干过很多抽象的事 就是如果 大家就想一想 就是这帮论 可以在华人是一个什么状态 就是不要有过多 大家不要有过多的幻想 跟进来 对吧 你指望他们能做出点什么人事 就 嗯 属于是你 你你跟人期望太高了 对吧 指望他们什么 啊 就觉得 哎呀 不对 我之前想法不对 要对吧 回头呢 一万不可能的 就在这种环境下 他们的 只会固化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我们美国没有更好的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坚持原来美国那一套 对吧 我们我身上的这个华人成分还是太多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事情反转了呢 那都是贴个套个的中国 这都是这种邪恶的中国科技的阴谋 影响 对对对 都是中国人搞出来的认知作战 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美国人现在道德水平不行 就是因为什么呢 第一美国有太多华人 哎 我告诉你 这话我是亲口听一个美国人跟我说 就是美国华人跟我说的 为什么美国人现在道德水平不好呢 第一 因为美国现在有太多的华人 第二 跟中国打交道太久了 把中国那套学去了 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 在美国做房地产生意的华人跟我说的原话 我只能说他的思想配得上他的苦难 真的就非常牛逼 我当时听完那个话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而且这个人是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来美国留学的大学生 而且还是国内某顶尖学校都 我当时听完他这话 我整个人都闷 我不知道该怎么 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 不是那件事来的 是那件事之前来的 还有弹幕问什么 哪有苦难 他说八十年代的公派留学生 他他们老老实实回国 按照分配 包到怎么讲 到分配的工作岗位上 啥都不干 啥出回事不干 你猜猜他现在是什么位置 你猜他现在是什么水平 那么哪需要六十多岁 还需要一线跑 什么B线到这个到处跑租房业务 对非常抽象 真的非常抽象 给我震惊了 就是为什么美国 美国现在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被 被私人给扑担了 我爸当年 第三名都没考都没够 争到公派留学的资格 对啊 当时公派留学 一个学校能出那么几个都很难的 真的 反正非常抽象 我当时就是 我只能说老先生您反思的对 您反思的太对了 你的思想配得上你的苦难 你的思想配得上你的老 对你的思想配得上你老 就配得上你 配得上你 用小红书的话说叫做 配得上你被偷走的人生 那是非得上你被偷走的人生 对 但是区别就在于 你这个人生并不是被偷走的 是被你自己亲手引爆的 对 所以就是大家指望 就是啊 现在帝国现在不行了 你指望高华有什么反思吗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人家高华只会认为 反思不可 对吧 就是这个现实出了差 他说只能 只能这么一件事 我们经常念的不够多 我他妈跟你说 还有人可能黏鱼爷爷 黏鱼爷爷 这种人要是回国 我就说他如果不走正道 那黏鱼爷爷 只不过他手底下 怎么讲 鞋都不配 我说句实话 不能说提鞋都不配 还是可以提下鞋 差不多是这个 一个交通局 一个交通局 就算是深圳的交通局 你跟80年代 公派回国的公派留学生比 那什么东西啊 我这么跟大家讲 我不说80年代啊 我不说80年代 本世纪初 你即使不是公派留学回来的 就是海外回来的大学生 只要是本科网上学历 并绝大部分高校都直接是正教 本世纪初啊 想一想 本世纪初 不看你文章到 不看你文章到 你在国内是学科创始人 不是学科带头人 对 你是学科创始人 有个弹幕说 公派留学也当不了什么大官 你不要拿现在孤过去好吗 你不要拿现在孤过去好吗 你清晰的想一想啊 有一个弹幕说 爷爷是个大端生 他回来运气好 都能做前三排了 你这也确实 我跟大家说件事 我知道在07年08年的时候 很多海外回来的硕士 都还能在国内的 某些985跟211 直接当正教的 真的直接当正教的 0708年 这并不是很远的事情 现在有个特殊情况 就是它是事实上是相当于 它就是 它是搞成的经济特区 什么东西增值的量都比较大 对 所以 所以就是 那个交通局局长的 怎么讲 违法所得 数量看起来很夸张 那其实那是因为 就是那是因为 深圳增长的 实在是太快啊 说句那个什么话 它赶上了好时候 说完了就是 哪怕是这种 贪污腐败也存在这种 电梯里坐俯卧撑 然后自己把自己 电梯里坐俯卧撑 把自己推上天的形 对对对 变成应该是当初是两个工程兵 就是工程兵部队变成 就是工程兵部队这个厨艺 就厨编 就是撤销工程兵部队的 之前相当于是我拉 我记得是拉了两个工程兵师 还是 是市级单位 两个工程兵师 还是多少 去直接从那开始 从头 从屋到有开始建的深圳 那不然你以为真就是深圳 是什么移民什么全国劳 什么什么突然化了个特区 全国劳百姓就跑过去移民去做生意 就从屋到有建了个城 出来那不是 好吧 但是一开始相当于是工程兵部队 就是工程兵部队撤销之前 在那先建了个城市的坯子出来 然后就地转业 人家那算是 如果你说是新深圳的话 人家算是第一批居民 相当于大正方针 就是要建一座新城 建个经济特区 建个经济特区建起来 就建起来了 建起来了 那个时候是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快速发展的时代 你赶上了 怎么讲 再加上就是对外引进 引进你可以说是一切资源资本技术 资源资本技术 然后你作为引进的时候 你作为携带者 你作为引进者 又天生又再跌一层光环 又再跌一层光环 说的直白一点 其实他也是一个风口上的猪 这个弹幕说的没错 他也是一个风口上的猪 只不过他自己 就是只不过他从风口上 他从风口上溜出去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跳得够高了 就从风口上离开了 就离开风口 觉得就扒到了边上的 扒到了边上的小山丘上 也觉得这就是 这就是可能存在的最高的高度 然后他并不知道当年 就当年哪怕是工程兵部队的大头兵 可能现在家里也得知个八位数 对 这个很正常 就是在那个年代 其实很正常的 我觉得大家没必要过度解读这个事 其实现在网上过度解读也有点多 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对 真没必要过度解读 好了好了 好久不见 我又回来了 我那边办法 可以可以 可以的 我们现在 所以我应该是在直播 约组解读时的直播 真行 转播 这叫串门 我那个 我大幕说了 这叫串门 这个是这么说 其实 你就是上个世纪 包括本世纪初 你论美的话 某种程度上来说 其实本 他们也没亏多少 因为什么呢 上个世纪 尤其上个世纪末尔道 和本世纪初的时候 确实 赛里斯这边有一段 就整体的生活水平 不是特别高 包括也有过一段 困难时期 像他们的学识 在 美利坚那边 应该是没有受过什么 对吧 经济上的苦的 就生活水平上 他们应该是 一直保持比较高的 但是呢 人家就觉得 对吧 怎么说呢 少赚就是亏 这个就是 这个想法就是很可怕了 他老觉得 贪婪 贪婪 对 贪婪 就是我没赶上了 那就是 那不是我的问题 那一定是对面有问题 对 没占到便宜 就算是亏 对对 没占到便宜 就算我亏了 对 主要是很多人 就抱这么个想法 所以你 你 你指望 说是这帮人觉得 哎呦 现在帝国不行了 然后对吧 那什么 指望他们反思一下 自己当时的那个选择 或者对帝国的一些看法 是不是出问题了 那可能的 如果他要有这能力 早就对吧 早就当 国爱林他妈第2 去了 对吧 就 这个 这种感觉就是什么 就像 就 你 一念之差 没选的彩票号码 或者说你的填完了之后 自己撕掉的彩票号码 是当界中奖号了 对 确实 你损失了什么 你也没损失什么 你也没损失什么 你可能 这就是 但是 怎么讲呢 就封口 封口确实错过去 那肯定人精神会不太正常 对 是这样 其实你要说全是这样的话 也不全是 我还 我偶然间认识一个 就是 你可以说想的比较开的 但是这个 这种的真的属于特别少 说我 我认识一个在 就是上个世纪 80年代的大学生 然后跑到 北美给人装暖气的 人家就想的比较开 人家那个也比较活泛 就是他意识到他混得不如国内这帮同学之后 人家就 一个是彻底开白了 第二个是人家也多多少少也动了点脑筋 就是 他这个开白是在情绪上 就觉得 哎 我现在这样也无所谓了 比不了就比不了吧 人家不说那些怪话 人家动不动还要往国内跑 但人家往国内跑之后 人家这个 思路比较灵活 他发现了国内几个当时没有品牌 没有做起来的暖气 然后引进到了北美 然后也赚了不少钱 实际上说相比于他上个世纪 80年代那帮大学同学来说 他整体上水平差一些 但是人家也赚了不少钱呀 对吧 在北美来说 这个整体生活上 人家还是属于比较中上流的 对吧 这个就属于接受现实 接受的比较好 但是绝大部分人 就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只能磨着 对吧 我那个前段时间 安东尼老哥给我讲过这么一个事 就是他们在澳洲的时候 遇到很多父母 这些父母呢 非常痛恨塞里斯 虽然说这些人 很多人都是那种贫富 山区出来的 然后跑着努力做题 然后成为了小镇做题家 读上了985 国内比较好的985 然后改变了命运 然后拿到比较好的工作 然后工作之后 过段时间去了澳洲 或者说直接在澳洲读博 然后留在澳洲了 虽然说他们通过国内的这个东西 改变了命运 但是人家非常痛恨塞里斯 就觉得万恶的塞里斯 拖累了我的生活 我就应该做高贵的澳洲人 你讽刺谁呢 我没讽刺 我接着给你把他讲后面这个 然后呢 对 甚至一时不知道 对 然后呢 安东尼老哥给我讲了这么个事 就是这帮人由于过于通恨塞里斯 然后他们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他们不许自己的孩子在家里边说中文 然后他们当着孩子面也不说中文 但是呢 他们自己工作的地点 又大部分是跟中国人多多少少有点关联的 要么在华人公司 要么是给华人公司做业务 然后导致呢他们整体英文水平也不是特别高 然后他们的孩子又不会说中文 所以到六七 就是他们六七 就是他们孩子六七岁的时候 他们的孩子就跟他们没法交流了 因为很多事情 他们孩子说的话 他们都听不懂 然后就导致他们的孩子非常不愿意 他们不愿意跟他们说话 就 然后很多孩子 就是这些人的孩子 就出现了一些 喜奇怪怪的心理问题 就比如说在学校 被白人小儿欺负了 被其他少路主义小儿欺负了 回去跟他们说 他们也听不懂 就觉得那什么了 无所谓了 也不敢跑去跟学校的老师去抗议 所以就是在澳洲 产生了一大批 这个心理比较扭曲的华二代 然后呢 那个这些小孩 虽然说他们在外面受了欺负 但是人家回家得发火 对吧 然后就跟父母各种闹 所以这个 就经历了一个非常乐的局面 对 就是 孩子那句话 思想配得上苦难 他们的孩子 确实成了高贵的澳洲人 但是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澳洲人 说句上良心点的话 学费还是太低的 确实 但是你总不会 但是怎么讲呢 总度 就总度能因为这种人 就把学费给提 就把学费给提高 对吧 对 确实 就是 就是怎么讲 万事万物都有其积极面和消极面 这个积极面就是学费太低了 学费确实太低了 那消极面是啥 就 就 你 就怎么讲 积极面就是这个国家居然有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机会 啊 消极面就是啊 这个国家有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机会 导致导致有些人一下子跨越了太太高太多的社会阶层 有个人问澳洲人能认同那群黄二代吗 是这样 他们自己都认同不了自己 你觉得澳洲人的认同 对吧 对吧 他们自己都恨自己的身份 你 比如说 你觉得澳洲人还能认同他们这个黄种人的这个澳洲人的身份吧 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你还指望别人干起你 你这不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想法吗 对吧 怎么可能呀 然后 嗯 阿东鸟哥跟我讲 就是很多 这种这种父母的孩子 在学校里边各种受欺负 然后 父母不敢管 然后小孩出了心理问题 然后天天跟 在家里面跟家长闹 有 有一些小孩就甚至就是开始飞呀 在呀 混成一帮了 对吧 有没有 有没有故意学中文 说中文 讲中文 混中文圈 最后回中国 我去气他 哦 我觉得 为了说好中国话 专门去学校 这个 这个目前来说还没有 因为什么呢 一般这个教中文的家庭 跟中文圈 就是国内这些圈 有联系的家庭 其实 一般小孩心里还是 绝大部分还是蛮健康的 就已经性尊者 对 那挺悲惨 就私下里骂家长傻 是吧 然后 听他吗 管我 我觉得从概率上来说 应该有 有 肯定有 但是我 偷偷学中文 就是为了气死家长 对 我刚才看下评论区 有个 有个观众说 我这个房 我住的房子 就是简润人 已经长了三百个 是不是三百个W了 还是三百个 所以 这样 就是 一般 就是 所以这种 我们说 华二代 一般只要他会讲中文 会说中文 一般他 就是 那个思想 不会太奇怪 当然 仅限于华二代 华一代不一定 就是一般 如果华二代 一个华二代会中文的话 他的思想 就不会太奇怪 你跟他 最多可能上 有一些不和 但是还是起码能交流的 但是 那些华一代 就很 就各种珍惜物种了 你懂吧 我主要 这些 就润出去的 一代 他们吃 就很吃亏 你知道吗 因为 正常来说 一个国家崛起 不会这么快的 不会限世报 就不会限世报的 就 他们真的运气很不好 所以我用的比例 就是你自己滑掉的号码 第二天发现中了彩票 而过了几十年 突然发现 当初有一期彩票 那期彩票 是我 想钱的号 但是关键是 那人现在再快一点 不是第二天 是当天晚上就发现 展现 Crimson Kir的 SC 我认识一个兄弟 他没飞叶子 但是他出高中 转了五次学 都是由于打架 不开玩笑 这种 其实我觉得 在北美这边的 还是蛮常见的 这个 也不说蛮常见吧 挺多的 就是 很多 就很多 就只有赛里斯 或者只和赛里斯 相关的一些问题 他其实是赛里斯的 某些积极方面 或者是 怎么讲 叫大恩大德 就不带任何讽刺意义的 大恩大德 一个侧面的外溢笑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就是 就还是学费太低了 还是书太适宜了 还是通过考试 改变命运的机会太多了 对 这个 这个我完全赞同 就是 我这么跟大家讲 就是为什么你看 拉丁裔移民 其实我也观察过很多 拉丁裔移民 为什么人家就团结 或者说人家就出这种 集体容忍的代率就少呢 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 拉丁裔移民 他们刚到美国的时候 如果不抱团的话 他们就没法活 因为大家都是干黑工的嘛 黑工之间 大家有个相互帮承 对吧 你的收入也不稳定 有的时候 家庭餐馆这些东西 可能如果没有 你一个亲戚朋友 或者说你同族的人帮你 你就完蛋了 但是华人不一样 华人有大量在国内 接触过高等教育的人 就到美国之后 他直接就能 不依靠同胞 他就能整一个 非常好的工作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 归功于什么 他不归功于说是 国内的这套廉价 很大的教育体系 廉价 但是高效的教育体系 他归功于自己牛逼 所以他就觉得 你看我在美国 挣这么多 我在国内挣这么少 那是国内亏待我了 对吧 那是国家欠我的 但是你像拉丁 那些就是 原来在墨西哥 你满手 来这边你满手 工资工一点 但是如果来这边 没有社区 他就活不下去 所以他们反而 要更抱团 更去强调这种 就是社区家庭 但是你倒怀疑 你来这边 我原来在国内 对吧 我可能是个恐怕 我来这边 一下子 由于美国这边 二十学费高 念得起大学的 人少 念工科大学的更少 他一下 哇一下 阶级风情跨越 他就会觉得 之前国内亏待我 那肯定是赛里斯的问题 对吧 那我就要跟赛里斯 赶快切割 对 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你看来这边 哎呦 那有的那高知家庭 我靠 那真的是 那小孩一说中文就生气 对 他是因为他要反对一切 使他 这一切使他联想起自己 破过和被偷走的人生的这样的 对对对 看不得这个 对 看不得这个 对 就是被偷走的人生 他要弥补回他被偷走的人生 实际上如果没有赛里斯这套 对吧 高效且价格低廉的教育体系 他说不定还跟那帮老婆一样 不知道在哪打螺丝呢 在哪断盘呢 踏桌子呢 很有意思吧 对 这个东西就 反而我个人觉得有点是什么呢 就是大恩就是仇 真的就是大恩就是仇 你给予的他太多 反而低起了他对你的痛恨 对吧 你对他的恩德太大了 都把他的人格都消你了 所以他总得找你 总得找你报仇 来确认他人格的独立性 对对对 这个总结的太倒霉了 不是 老师研究这些精神有问题的 容易把自己精神也研究进去 好可怕呀 为什么我会懂这些 对 对其实就是刚才讲那个罗里 所谓的这个大恩 那是客观上的 然后大到什么地步呢 大到让那个人觉得他的自我 都被你的大恩消解了 所以他老是为老是希望说 跟对他有大恩的人产生一点仇恨 来想办法去证明他什么自我的独立性 但是但是怎么说呢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或者说只有一部分人会这样啊 他不是一个公安规律 他是一个现象 对的对的 我刚刚要对 那个事实是这样 其实我在我在我在 我在把你憋会儿是吗 不用不用 我再把你憋会儿 对对 他他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啊 然后呢 恰恰有相当的一部分人 他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来 这种他又是愧疚感啊 又是又是仇恨的这种心态 然后呢 又倒霉又倒霉在什么呢 他有希望能把这种心态跟想法 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他就会让自己的意志又去凌驾于 怎么说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又他他又希望自己的这种情绪 又能凌驾于 又能带在传承啊 他就因为他在出国客观上 又是在建功立业 他又认为这个东西 是他建功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才会让他逼着他去做 他自己会认为是有外在的什么东西 逼着他去做这个东西 所以他又得把这种仇恨 解释成是客观规律的东西 对 但实际上这个仇恨是客观规律吗 不是 只是他自己的这个想不通罢了 大家其实这么想 其实虽然说这些你弄到外面的论人 就是包括这些就是比较 不管是底 你那种那有点飘 好的好的 这样的 这样就很清晰 就是不管是这种高知润人 还是这种就是像田田圈这样的 就是其实跟他们比起来 就是回国的人其实也不少 我个人认为回国的人应该说是大部分 这些就是中国跟塞里斯 包括中国那个塞里斯跟美国 包括塞里斯跟欧洲这么多年的技术转移 其实那些正儿八经思想比较正的 有自己想法的这些人做的工作 其实也不少 这些人其实才是整个的主流 然而由于这些人工作比较忙 没时间上微博 没时间 还是主流 还是主流 还是大的 对 而且这就是我们谈瑞人 一般说这些瑞人 这就是什么 就是说海外留学生 海外滑球 就住外工作者 他们是这个 并不是有润人 润人但是 就属于 怎么讲 拎不清 就拎不太清 自己 也不太理解国外 就幻想天堂 投奔天堂 最后进入天堂 就升上天堂 对 我念一个SC 感谢重申之前的SC HV 我敬爱你一口呀 我真爱你 可以可以 感谢重申之前 确实HV老哥 每次都总结的相当道 当然 这帮人就是有 很奇怪的一点 就是他们 非要把一个地方 弄成一个天堂 然后如果不是天堂 他就破防 真的 就是我见过 对不管你 这个东西跟年龄也没有关系 跟学历跟月龄也没有关系 就真的 我个人感觉 很多东西是一个情绪化 跟认知上的东西 就是 非要觉得 美国就是一个天堂 但是现在美国出了问题 他就要破防 真的 就很神奇 他就不接受一个东西 比如说 不完美 就是 只要 美国有点什么问题 那 硬是谁谁谁的阴谋 他也没想过 这是不是可能是美国社会 某一些方面出了问题 不是 他是某个人 某个人某个集团的阴谋 就这帮人反而是那种 阴谋论的复庸 真的 有 好多几千里的传统 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后谷而伯经 对吧 因为四十五经 你确实动不动就 谷之士 谷之圣人 行 那个 不好意思 如何如何 但是现在 但是近代之后 你鼓不了了 然后于是就拿来 怎么讲 没法后谷了 那拿来伯经 真的变成什么了呢 那只能 后外 后外 而伯伯了 我这边 感谢一下 我这边的SC 感谢 IGM767的SC 身上天堂草字猴 什么意思 我没明白 我没反过 没事 咱俩直播间 划分不太一样 可以可以 大概的意思就是 哎呀 这个身上天堂可还行 这个太秀了 对 这个叫HVA老哥 刚才说的很对 在古代叫后谷伯经 现在是拿一个叫 叫那个 论的 比如说美西方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普世价值 来代替这个叫谷的东西 姚舜宇 不叫姚舜宇 现在叫华盛顿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对 我都是可以预见的 因为这种事情 全世界到处是 只是不怎么讲 就欧洲那边 其实他们的 那个启蒙运动 本质上也是后外 然后搏经 就你看那个 孟德斯九 什么弗尔泰的帮人 就天天在吹 那个吹大明 我大明乃是自由天国 皇帝根本就不管 就为什么大明 那么强大 那么富庶 是因为皇帝 什么都不管 万利表示很赞 然后他就在吹着 就说什么 大明是自由主义神国 就在吹这些 有一说一确实 对 但不是这个原因 你就一看 那万利什么都不管 结果是什么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学习中国 学得不到位 没有扩大这个宦官 在这个法国的权力 对我也觉得就 什么 出发点是坏的 执行好了 应该提前200年 搞LGBT就行了 对 这个太抽象 学习幻观 这个我真没想到 就是没学到位 所以本来本意是坏的 执行好了 对 本意是坏的 确实 这个真的是 本意是坏的 但是因为能力有限 所以给执行好了 主要是这个什么 应该叫工型技术 不达标导技 工型技术 稍等下 我这有个SD 感谢北YYF的SD 节度是老哥的口音 比德鲁一更适合 说一下 确实我这个北方口音 我为什么觉得我被牛了 为什么这个NZ是在你这话的 我也不知道 这 我怎么 为什么我有种被牛的感觉 没有 我说的不是马克波罗 我说的是那个孟德斯丘 孟德斯丘 孟德斯丘 他们那一套 对 他们那一套人 对 吹大鸣 吹大鸣 对 吹大鸣 吹得特别狠 什么哲人王 福尔泰吹 福尔泰吹 哲人王不是 福尔泰搞出来的吗 就他们都吹 他们都吹 我记得 我记得就有一个不吹的 是黑格尔吧 就黑格尔 黑格尔多晚了 黑格尔都已经很晚了 没有 他们就 不是 你听起来觉得很晚 其实他们就差了三十多年 是吗 是 年龄差距并不大 不是年龄 就他们出版的 那个出版物差距 也就三十多年 不是 我记得 吹责人王 吹责人王的就是福尔泰吧 孟德斯丘 曹桑那个扭人 对 那责人王 他有个弹务装 没有学习 九千岁 心理 自理经验 确实 不是 他不是 九千岁 自理经验学不到 差挺远的 差挺远的 福尔泰1778年就死了 然后黑格尔1770年才出生 他们是我记得就是差了两代人 差不多 我记得是有一个人追乾隆追的特别过分 追乾隆还是抗袭说 哲人王 统治 那个什么 就是全是哲学家 考那个什么经典教育 都是哲学家 福尔泰吧 对 我记得是应该是福尔泰 反正当时给我看的整个人都 对对对 福尔泰这个人 那个不吹 确实 亚当斯密不吹 福尔泰这个人的著作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 就是 我都学哲学的 很多哲学史的著作里面都不收入福尔泰这个人 因为他太能吹了 但是亚当斯密和他们还是稍微差了一代人 因为那个 亚当斯密比他们早 没有 没有没有 不是 福尔泰是1694年出生 然后亚当斯密是1723年出生 就差了20多年 那我怎么记得 我为什么记得福尔泰都是从法国大阿密的时候还有他呢 没有没有 不是 没没没他 没他 他法国大名之前就死了 他1778年就死了 他是什么 他属于那个经典是什么 是他人虽然死了 因为他 他是跟那个欧洲的那个他不是从法国跑了吗 跑了之后跑到那去了 跑到普鲁士 然后跟那个斐特雷大王关系很好 然后面那个他觉得好像在我忘了他为什么后面离开普鲁士 反正大概就是待久了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觉得没意思 而又跑到那个沙俄去了 又跟那个沙俄 叶卡杰丁娜关系很好 我记得 好像是这么吧 反正就他跟欧洲的王室关系很好 就他吹那个开明专制 对 你这么说 我想他那个一直在吹这一套 他们主要是 他们为什么吹是因为 是这样 就他是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他们吹这些人 然后他们的敌人 跟他们论战的那些所谓的老宝们 不认识这些 所以没办法 对对对 他没办法反驳 然后给孔夫子编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名言 后来后来后来这个人 被把那些孔夫子的话 在传回到国内的时候 中国人都看不出来 他们说的是孔夫子说的话 以为康夫修斯是某个西方的那个古代学家 对 就他们的那个话都什么 我记得孔子曾经说过 就是孔子亚根妹说过 就跟现在动不动 某个西方经济学家说什么 什么自由的 什么什么才能经济 才能什么什么发展 结果你发现 他妈根本就没有 对动不动就哈耶克 对吧 动不动就哈耶克 而且其实有个比较搞的事情 就是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 所以其实他活着的时候的影响力是很低的 水平比较高的 就是什么岩碧拉康海德格 水平比较低的就是什么德国油纸包零件 日本合同小学生 什么爱护动为了保护鸟拉电闸 水平比较低的就是这种 水平比较高的就是中国 水平最高的得叫什么 得叫后现代法国哲学 话说拉康是哪国人 我都不知道反正就天天那些人见证 就听到这名字 我就想想听德鲁伊讲一下拉康 拉康啊拉康是哪国人 你不是法国呀 那他是不是就也是后现代哲学 我没说不是法国的呀 我没说不是法国的呀 他也是那什么后现代哲学吗 我看一样哈 不是他理论上应该算是 但是他年纪比较大呀 他那个时候厚了嘛 他比较现代不怎么厚 就现在最抽象的 那变成抽象的就是 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评论 对 如果你觉得算后现代他就算 你要觉得不算就不算 有个弹幕说他可以讲一下 就是后现代是什么 后现代他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的 就是二战以后就后现代 二战以后就后现代 二战以前的一般来说不算 有个弹幕说他是搞拉康的 那个我们跟老哥这个改天可以讲一下 这个时间有点晚了 我刚刚看到有个弹幕说催日本 就是工匠仙人的 我一般对于这种催日本工匠仙人的 我总是回忆一句 我希望你的孩子将来也是一个工匠仙人 你能把他叫做成一个工匠仙人 一般催完这个的人 听完这句话都比较不太舒服 你还证明说 就是国内有一个人特别有工匠精神 也算上仙人 但是日本一般不提他 谁呀 雷锋 有意思吧 想不到吧 还有一个最牛逼的就是这个吹海外 然后吃麦卡瑟的 不是 我刚才讲说就这个什么麦卡 五星上教麦卡 现在这种搞抽象的事情 它其实是一种主向结构 就是动不动 它是就是结构 什么一个反向结构 结构的是什么 就是一种试图打信息差 试图依靠就是外国名人 所谓假托外国名人宣称 然后给这个言论制造 这个制造所谓的可信度说服力 也就是诡辩技巧里面的诉诸权威 这个甚至连权威的武士 就纯纯的打信息差的这种方式的一个结构 为什么它是一个网络时代才能出 就是在网络时代它就会变成杆 如果在前网络时代 它可能会就怎么讲 它可能会有人真信 但是在B站上 它只会变成一个标准的视频创作武板 对 是这样 老兵不死只是粘子很可 那个 那个现在我那天学到了一个新的说法 就 就 就老兵不死 那个 那是可以提高用户粘性 提高用户粘性可太久了 那确实 确实 不是 主要是 你见的多了 你就会发现 其实人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有 都是人 都是作性 你非要把 对吧 卡维某些东西 吹 吹成仙人 对吧 那你也 那这个东西很多事情 你真的就解释不了 除非它不是人 是机器 我今天在那个群里边 我说了一个消息 就是非常搞的一件事 可能大家不知道 就是 现在在罗马那一片 有一个专门 那个专门骗中国女孩子的团体 就是一堆意大利人 都想办法骗 就是想办法骗一个中国女孩子结婚 就在罗马 这个是一个意大利人跟我讲 因为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觉得意大利是一个发达国家 但是在意大利人的认知里面 中国人是非常有钱 只要跟中国人结婚 都能表点钱 就是在意大利 就是尤其你去那些著名旅游景点 如果你是个女的话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会 有很多意大利男的会非常热情的 跟你拿刷 可以 这很女权 只要有爱情 她觉得是骗也无所谓 我是说真的 我是说真的 我不在任何粉丝的说这个 只要有爱情 哪怕是被骗了 其实也无所谓 但如果要没有 是为了增加产 那可太惨了 括号指这些意大利男性 我有点黑 不好意思 很抽象 这个事你放在国内来听 你觉得很抽象 为什么意大利发达国家 但是意大利那个发达国家 具体是什么样的 你就得两缩了 对吧 土耳其那个骗女性 那个已经是全球文明了 人家都已经盖成一产业了 但是人土耳其是 他比较公平 他只就是 他只骗西欧跟美国的 你像人意大利那边的 人家就对于这个市场 细分就做的非常好 他知道最近几年 德国经济也不行 英国经济也不行 法国经济也不行 人家就不骗这些西欧国家女的 人家只骗塞里斯的女的 因为什么呢 第一 主要欧盟国家 现在就和这就 法律法规相近 且互相引渡 对 还有个引渡 对 还有引渡这个问题 但是呢 你塞里斯女的 你只要能到欧洲旅行 人家就觉得 你家里面肯定有钱 那我对啊 就想办法对吧 结个婚吃个软饭 对吧 不也很 很那什么 这个东西不是不是很多人说的那个是呃 我知道很多人想往那个话题上 但是跟那个真没大关系 人家就是单纯觉得你赛里斯有钱 就是我们只找赛里斯的运行来结婚 对 你说的我都心动了 走什么时候我们也上意大利 你上意大利 刚下罗马手机没了 刚出罗马手机没了 在罗马在罗马的 你失去金钱的方式 你失去财物财产的方式 会随着性别而有所不同 对 你失去财产方式 真的会跟着性别有所不同 还有一个是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拿这个 塞里斯国内这个青年失业率 这个事来做文章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 大家去 就是前几天不是黑公共发了一个说吗 说你看 对吧 真要是失业率有50%那么高 那现在应该是加沙的状态 加沙失业率是47% 对 47% 那那个是个统计学问题 有很多人 他不愿意填自己找工作 对 他为什么不填呢 是因为他觉得填他没有 就什么 街道能给他找一个 你懂吗 很多人真是这么想的 其实是个统计学问题 那我只能说 就是有期待 怎么讲 就期待这个日韩早日得到塞里斯登记事业率47%的未来 妈的 庞加莱花 直接庞加莱政策 就是有的东西吧 你不能细想 一细想你就 对吧 一细想就觉得还不如不想 真的还觉得不如不想 一细想就觉得还不如不想 有人问本子会有不少人往这边跑吗 本子我记得好像从今年年初开始来这边务工的还挺多的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吉姆罗杰斯吗 就是索罗斯早年的一个合伙人 后来就是赚一笔钱 然后就开始周游世界 然后自己搞自己投资 他早年还写过几本关于投资中国的书 八十年代时候写的 八九十年代时候写的 那算比较远见了 然后这哥们去年在新加坡的一个经济论坛上 直接干了这么一句话 说他就是有一个记者问 日本记者问 说你对日本人的建议是什么 然后这哥们来了这么一句话 去中国 别日语 嫁中国男人 然后当场日本人直接奔不住 你还记得那个孝文之前谈过 他跟日本记者聊天的那段 我这个不记得 那段我没听 我跟你说就是 前一阵不排河飞水吗 就借着这段狠狠的 就又狠狠的辱了一波日本的 就狠狠的打击了一波日本的这个形象 然后他孝文跟那个日本记者 跟几个日本媒体记者 就问你们怎么不关心一下这个事 不论是批评还是怎么讲 还是这个辩护呀 咋都怎么都不管 然后有一个记者好像共同社的 然后孝文特意注视了一下 就大嚼西瓜跟他说 爷这辈子都不回日本了 关我屁事 爷这辈子不回日本 关我屁事 这个太贴了 这个确实贴了 共同社这个媒体说实话 还挺那个啥的 这个媒体在 你如果在日本各大主流媒体 排个对华亲善排行榜上 共同社的排名不是不会太高 我这么说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对于日本的这些新闻呀 还有日本社会这个舆论 你还有这个就是日本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你了解的够多的话 你就不难理解说就是二战当中日本人为什么是那个样子 就他处在一种就是我在整个他整个文化 就是或者说民族的状态就处在一种 要么在抽分 要么是在抽分的路上 对 就想法非常的抽象 你也很难理解的 没有 其实我觉得经常听我们这边的观众应该还是比较能理解 毕竟那个那谁 就那物资服务大佬 讲过 讲过那个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前 一直到二战 这么一个思想 就是主流 也不叫主流 就所谓的那些思想家和教育家这帮人的一些故事 我知道 对 那个都很抽象 我之前看过一个日本人写文章 就说他就夸这个安倍 就是他夸这个安倍经济学 有什么的 他现在也知道安倍经济学他没法夸了 但是他夸什么呢 就是他说安倍对中国这个包围非常完美 什么呢 你看他在越南修铁路 然后他在印度修铁路 然后他在蒙古搞投资 这个时候一旦我们跟中国起了什么冲突 你看 印度人就可以拿着我们的铁路去运兵 然后或者他收了我们的铁路 他就肯定要帮着我们 越南人绝对会 对吧 经我们的日本的号令 带着兵往北冲 然后我们可以在蒙古安插一个军事基地 随时监控中国的动向 然后你听到是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就特离谱来 然后离谱的是什么 说他给了给提了个建议 说什么 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日本也要想办法在 缅甸修铁路 修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合为中国 那我没有想过 就是这个铁路怎么连接来 对 就是你听 日本和那个的铁路 日本和印度铁路修完没有 修了好像修了几公里了 四五公里了吧 我记得这个是那个波士顿圆脸 经常Q 经常Q这个 就说什么 日本和印度合修的铁路是友谊的象征 然后你他妈没修好 是这样 那个印度人也非常骚 是这样 他们那个 他不是这个铁路有贷款吗 就是是日本人给印度人类似于 就是基本上相当于无锡贷款了 然后印度人拿了这个无锡贷款之后 他们去跑日本的铁路 就是日本的做铁路这些公司去采购 但是他们给的那个价格非常低 日方就没法干 日本这些企业就没法干 说这个干这个我们肯定赔钱 赔钱怎么办呢 印度说OK 你看你自己干你赔钱吧 我不是不来 不按照协议不采购你日本 优先采购你日本企业 比方说你日本企业达不到我要求的那个价格 怎么办呢 印度人拿着日本人给的贷款 回国去扶持了一波印度的铁路执照公司 然后也搞了一波印度的基建公司 然后现在呢 印度他们去年不是搞了一个自己的所谓的高铁 其实也就120公里每小时的那个火车头弄出来了 人家现在拿着白嫖了日本的钱 建自己的那个火车火车系列自己搞研发呢 然后最近这笔钱这笔钱花完了 他拿了拿这笔钱去修另一条线了 这最近这笔钱花完了 印度现在又逼着日本给更多贷款 对就是往死里好 真的是三哥你这一点上不得不佩服三哥往死里好 这真就是小小日本去感受那个印度震撼了 对真的印度 而且你知道吗 莫迪操作贼骚啊 就是他们好像逼这个贷款的时候 好像出点什么问题 就是有几个日方财务人员被印度那边给扣了 对真的真的好像扣了扣了 就扣了确实是扣了 反正这个印度这边手势绝对狠 人家拿着你日本给的贷款去修另一条线 人家扶持自己国内的公司 对吧 现在还要跟那个日本要钱 然后岸田因为那个美国那边给的压力 反正岸田这个钱 我公布的最后大概还得给 不是我弹幕说验过八毛 我觉得不是验过八毛 是验过那个纸流毛了 那大验都给毫了 对啊 反正就是日本这边企业就是 当时按照日本跟印度的协议是 优先要用日本的这一套技术飞舰 然后印度移动操作下来 反正就是拿这个钱 全建的铁路没有一家日本供应商 反正 喷了喷了日本人不少钱 最少有一百个一百亿 一百亿美金 反正三哥这波操作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你不得不说非常非常完美 但是呢 日本人也不敢在国际市场上 就是在国际上狗叫 对吧 为啥呀 为啥呀 为什么不打呀 哎呦 现在还有比印度更有利的对抗赛里斯的国家吗 你看 说对抗的话 你就说一个投资回报率 就是虽然在印度的投资回报率就是有概率 就相当就相当有概率直接直接连本带那个什么连本带的蛇在里头 也有也有很大概率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再回家 但但毕竟印度投资印度已经是投资赛里斯之外的潜在资本回报率最高的选择 是 难道他还能难道他还能大力投资中国吗 他凭什么投资中国 就他他凭什么投资赛里斯 他投赛里斯的什么 赛里斯叫他的什么 他竞标都竞不上是吗 对 竞标都竞不上 从太竞标都竞不上 那个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印度跑到加拿大杀了一个人 然后那个 对 那个兔鲁多不是因为这个事闹 然后这个事最魔幻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如果你去推特上看 如果你敢在推特上说 这个人不是印度人杀的 底下的印度三个能把你拼死 人家三哥就在推特上大声哼 这个人就是我们杀的 你加拿大能怎么办 虽然说印度官方不承认 但是人印度人替官方答应了 就这个人就是我们杀的 你加拿大有本事来打我呀 就就就已经就是印度的统战价值已经飙到这个地步了 就已经可以随意的跑到加拿大去杀人了 而且加拿大是就是 斯鲁多一开始好像跟莫迪在那儿讲 现在屁都不敢放 对吧 然后前段时间 前几天那个印度不是说要把那个加拿大驻印度使馆人员砍一半吗 然后斯鲁多跑过去还求人家说 哎呦别砍那么多 一开始加拿大还很硬气 先驱逐了一个 他驱逐了一个 人印度也驱逐一个 现在印度直接给他砍一半 他不敢给印度驻加拿大使馆这边 不敢砍一半 这就叫统战价值 确实那个印度治理了这个白人老爷们的臭脾气 确实那个给给这些白人老爷们来了一点 那个那个地山世界的震撼 小小的地山世界震撼 哎行 今天就播到这了 不找了 行 大家早点休息都四个小时了 啊 大家晚安 不早不早下了 有以后有机会接着聊 我们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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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佬早点休息啊 那我们要唱歌了 那我直播间聊聊 我在我直播间聊两份 行好拜拜